看一看我的面前 有沒有注意到有槍械 還爆發了有防彈背心 有頭盔 有沒有注意到 今天最重要的新聞 就在於孫安佐 他被搜出來了1000多發的子彈 一共有1600多發 可是你注意 我這個桌子上面 這邊的子彈數量 一共是120發 可是這樣的數量算什麼 孫安佐他擁有子彈的數量 可是高達有1600多發 而且孫安佐 他還自己去組裝了一把90手槍 這代表什麼樣的意思 整件事情 現在美國已經升高為一個 國安層級了 已經有美國國土安全部來接手了 但會不會有這樣步槍的出現 甚至是孫安佐最喜歡的 AK-47出現 在今天我們等一下 也會來電話連線 在國外的刑事見識專家 李昌裕博士 來給我們一些解讀跟分析 我們看著台灣 現在的這時候 其實大家注意到孫安佐看來 這次在美國可真的惹下大禍了 但我們自己台灣的官員 他們現在這時候可是在作獎其成 政府不是告訴我們 4月1號開始賬電價之前 這個經濟部長沈榮晶說 因為如果不賬電價 大家就會浪費電 不會節約用電 好 你告訴我們全民小老百姓 要節約用電 所以要賬電價 但是看看立法院的立法委員 已經把你們踢爆了 只准大官浪費電 不准小老百姓隨便亂用電 你看看這個是什麼 這個是電價 這個是大官的 這個美期的電費電價 我注意到了 你有沒有看到這個地方 怎麼會這麼貴 你看到沒有 40191塊錢 從這個2016年的6月之後 你就看到 幾乎每一期電費都破2萬塊 最便宜的是在去年 2017年4月到6月的 17000多塊 然後最貴的就是去年 10月的4萬多塊 你可以看到為什麼原來 他叫我們這個說 不要亂用電 要大家節約用電 這個是行政院副院長的官邸 但副院長的官邸 為什麼電費這麼高 不管是你前任的離奇藥 或者是前任的思菌級 你用那麼高的電費 難怪被立委消遣說 你是在這個家裡 這個挖比特幣挖礦嗎 行政院發言人就突然講說 其實這個是因為 24小時警衛輪班所致 房子太大 官邸太大 然後再加上警衛要保護這些 高級官員首長 而且電費是每期 不是每個月 所以你的意思就是說 這些店都是警衛浪費掉的店 所以他是這樣講 大官把事情都推到那些 小小的這個警衛身上 就算是警衛浪費店 立剛 為什麼在2016年520 小英政府上台之前的警衛 不會浪費店 只有一兩千塊 三四千塊 等蔡英文政府 他們一路主政這個執政之後 他們的警衛就會浪費店 他們的大官就會 直接這樣子破兩萬塊 這樣子一直上升 所以難怪我們現在看到 這些政府的官員 會被他們氣死 四位素餐 只會坐領高薪 還浪費店 就是他們這些人 非常惡劣 大陸祭出會台31條措施之後 對不對 我們政府提不出一個辦法 人家提高薪挖角我們的人才 那你也提高薪拿胡蘿蔔 想辦法把人才留在台灣對不對 台灣的這個學術圈 每年大學畢業的這個 研究所畢業的博士畢業生 大概4000人左右 可是問題是在台灣高教大學 退休的教授 一年不到1000個人 再加上企業 台灣的企業 他要禁用那種高階的 學術人才 就是博士畢業生 大概也只有1300個人 至少有2000名流浪博士 博士畢業生 找不到工作 2000個讀到的 博士居然他沒有工作可以做 有一個聯力川 他是一個在大陸當到的 副教授的台灣博士畢業生 他之前是在台灣的 台灣科技大學的 營建工程研究所念書 2005年 念了6年 6年念完之後 2011年畢業了 他是土生土長的土博士 等於是在國內念到這個博士 真的是愛台灣 結果後來他去找工作 不要說國內全部都找不到工作 他畢業之後 他從台灣開始投地履歷 一直递到日本 韓國 香港 馬來西亞 新加坡 递了15 20封 30幾封的履歷 沒有一個回應他的 後來他就嘗試的 到大陸去投地履歷 結果沒想到沒多久 就回應他了 而且回應他之後還跟他講 機票時速全免 來聊一聊 態度非常的客氣 一下子他就過去了 之前也傳出來 有一個在大陸 華中地區任教的一個 台灣學術間退休的一個教授 他之前在大陸想辦法 把他的兒子在日本念書 念到博士畢業的孩子 引建到回台灣任教 可是台灣沒有工作機會 在日本遇到的博士 居然回到台灣沒有工作可以做 回到台灣找不到工作 他只好用他爸爸的關係 人脈在大陸 把他兒子接到大陸去 結果後來在大陸教書 還有一個例子也是 之前他說有一個老師 也是博士畢業 他是拿到了這個政府功費 到美國去念到博士畢業 回來找不到工作 後來經過人家的介紹 也是到了這個大陸去 台灣的路全部都被封死了 政府你還有鎖國的方式 拿著這個棒子 告訴你的老百姓 他年輕的時候 你不要去大陸 你去大陸我一定罰死你 我一定把你打死 這個是什麼爛政府 草菅人蜜嗎 只准你們榮華富貴的 這樣子貪圖享受 我們看著現在的政府 你可以注意到 用電他們用得比別人都還要兇 但是如果別人為了要養家活口 到大陸去賺錢 卻用了危害國安四個字 禁止我們台灣的年輕人 到大陸去工作 這是什麼樣的心態 可是我們的台灣的年輕人 跑到了美國去讀書 你有沒有想過一件事情 看看我前面 有了三把步槍 再加上一把90手槍 我們這些都可是道具槍 可是你注意 擁有槍的人幾歲 18歲 但是他擁有的子彈的數量 可是有高達1600多發 那個人是誰 就是那敵英的兒子 沒想到當時的時候 美國警方到了他家裡面去搜索 沒搜到 今天不得了 原來寄書家庭裡面 把他的這些槍都給藏了起來 美國警方把他全挖出來 是 立剛 之前警方只在他家 搜到戰術背心 十字弓 手槍子彈 這一些你都還跟你說 這個道具 這是開玩笑的 這沒有什麼 可是現在你現在搜出子彈 就還16088 好多 是 而且你知道 而且一個18歲的青年 他有7.62的子彈 5.56的子彈 有手槍子彈 有獵槍的那個散彈 這個會不會各種子彈都有 你到底想要幹什麼 可是你想想看 擁有這麼多的子彈的話 表示說他也要有這麼多的槍 才能用這些子彈 不知道 目前這些槍 在哪裡 不知道 但至少找到了一把 就是據說是他自己組裝的 一個90手槍 所以你意思說 我手上拿著這把道具槍 居然這個敵英的兒子 他會組裝出一把這樣的槍 他竟然可以自己組裝出來 他竟然可以完整的 組裝出這樣的一把手槍 所以我跟你講 現在對當地的警方來講 因為這是在上達比鎮這個地方 現在當地的警局說 你如果是開玩笑 你這個玩笑 也開得過分逼真了一點 所以這個 你看起來所有的東西 你一切都計畫好 準備好 因為你確實擁有槍線 而且你有大量的子彈 難道你真的想要做什麼事情嗎 所以也就是說動機 可能也許不單純 是 因為我覺得現在這個情況 其實發展 對孫安主來說 真的是越來越不利 因為警方說 第一個 你為什麼 有這麼多的彈藥 這麼多彈藥 你打算要來幹什麼 而且是各種步槍 我剛剛講步槍 裂槍 手槍 全部你都有 你有沒有看到 美國B州的警方 把這些槍枝還有彈藥 就要公布出來了 對 你有這些東西 你到底是不是真的準備 要進行一場大計畫 然後第二個 你為什麼要自行組裝 自行組裝 難道真的只是會好玩嗎 憶憶有沒有想過一件事情 你在美國的話 光這種手槍去買的話 要有登記的 可是問題是 自己組裝的話就不需要登記 我跟你講 自己組裝 你根本沒有序號 沒有序號你也追蹤不到 因為你都是自己組裝出來零件 將來如果你真的做了什麼事情 人家也沒有辦法 根據對這手槍來查到你 所以也就是說 他組裝是手槍 目標可能不單純 所以你越是這樣弄出來的東西 人家越會覺得 你是不是特別有什麼計畫 所以你不想讓人家追蹤到你 然後再來 他為什麼 之前我們發現他有戰術背心 戰術背心有什麼用 戰術背心其實用出大 因為你一旦在真的 你要去進行什麼計畫 真的實地要作戰的話 戰術背心上面 可以裝在很多東西 這個戰術背心上面 可以裝很多東西 對 包括你的子彈 這些東西相關的設備 全部都可以掛上去 你有沒有注意到 光這個戰術背心 本身前面是防彈的 然後另外我又有很多的 這些彈夾的資料 整個裝機的袋子 你全部都可以塞進去 我可以把東西都塞到裡面去 也就是說我穿了這件戰術背心 我就等於就像美國的 海豹部隊一樣 要去做作戰任務了嗎 所以你基本上是不是 你準備已經要進行作戰了 不然的話 你為什麼這一切看起來 就像是一個準備要去作戰的 去準備出來的一個東西 所以也就是說 有了這些個子彈 再帶來加上戰術背心 其實事情可能就不單純了 所以我跟你講 現在對當地的警方來講 越看越奇怪 我跟你講 甚至我覺得 從他們的當地警方的講法 他們幾乎是已經認定 你應該就是要從事什麼東西 因為他認為一個開玩笑的 怎麼會準備得這麼充實 怎麼會找出這麼多東西來 聽起來就完全不合理 實際上當地上達比鎮的 警察局長叫齊武的 他現在就講 他不認為孫安佐是一個 不會講英文的好孩子 孫安佐的英文應該是很流利的 要不然他怎麼可以 在那邊讀高中 我跟你講 他現在是認為他 他就認為他說 你這個孩子不是外表中 想像中這麼單純 等一下 他媽媽不是說很乖嗎 我跟你講 媽媽當然是 維護自己的孩子 可是現在在 我跟你講 美國當地的警方可不這樣認為 尤其是我跟你講 現在這個案子 當地警方其實也管不了 你知道為什麼嗎 因為FBI跟國土安全部 都已經來了 他們現在已經準備 要把整個案子 移交給聯邦政府了 所以也就是說 美國警方他們認為說 你這個小孩 並不是不懂得英文 而且你一定了解 我們美國的法律 跟美國的英文 在這時候 美國警方他們認為上 他並不是很單純的 是 我跟你講 第一個 聯邦政府要接手 比方說這個事情 案子大條 中央要接手 第二個 立剛 他們現在還有一個問題 什麼問題 因為之前影片裡頭 不是還要拿槍在那邊 跟同學比著玩的 這樣的一個鏡頭嗎 好 現在已經查出來 有他自製的所謂的90手槍 我請教一下 他剩下那把AK47在哪裡 所以你的意思是 有沒有這把槍 他很有可能 還有一把AK47 不知道 目前還在追查 但是 也就是說可能擁有一把AK47 但是AK47這個步槍 他的殺傷力 可就非常的強大 那就可怕 AK47是全世界最有名的 步槍之一 他的 我跟你講 他的口徑又大 7.62口徑 而且全世界死亡人數 死在這槍下 槍口下的人數也是死得最多了 死傷在這把槍下 大概超過1000萬人 你就知道 這是多麼可怕的一件事情 我跟你講 然後還有一個 讓大家也覺得很奇怪的就是 為什麼一開始 他房間收不到 後來又找出了這1000 68顆子彈還有這些槍械 現在是說 一開始是被他的轟罵 也就他技術家庭的那位女士 然後把他拿走了 為什麼現在又會交出來 當然很多陰謀論就出來 有人說 是不是因為他本來推薦律師 被疊音夫婦換掉了 所以他才生氣 才把這個子彈丟出來 也有人說 其實這個轟罵 還有這個技術家庭 本身是不是跟某一些 特殊的組織有關係 什麼 他們跟特殊組織可能有關係 其實目前美國警方方面講法 也是非常的曖昧不明 到底是如何 其實沒有人能夠知道 我們只知道美國現在是非常 認真嚴肅的看在這件事情 現在孫安佐想要脫身 恐怕沒有那麼容易了 我跟你講 光是他自行組裝的這個 90手槍 其實90手槍 對很多國家來講 都是一個制式裝備 對 我們的警方用的也是90手槍 其實都是90手槍 都是類似的東西 因為他穩定 殺傷力又大 然後那個制止力也比較強 在中等以上 所以這一種槍線 我跟你講其實美軍到現在 很多部隊都來採用 包括海豹部隊 綠扁帽這些 都在採用這些手槍 作為他一個制式裝備 所以你做這樣一個殺傷力 比較強大的武器的時候 你本身就要考慮清楚 你是不是會造成別人的誤會 但不管怎麼樣 現在人家已經開始在懷疑你 可是當然 鄧英夫婦還是想要幫自己的 小孩子脫罪 他極力辯稱說 沒有 這一些都是我們 我們之前去幫他買的 不是他自己去買的 所以你說有這麼多的彈藥 加上這個槍械 都是鄧英夫婦 他們花錢去幫他兒子買的嗎 他說第一個 我跟你講這些彈藥很便宜 才一萬多塊錢 沒有多少錢 美國彈藥確實是很便宜 再來問題是他說 這一些其實他們之前聖誕節 然後萬聖節什麼時候 他們去看的時候 都有看到這一些彈藥 意思就是說他們父母 全部都知情 而且鄧英 就鄧英的姐姐也講說 他要在那邊任何花費 全部都送刷卡 所以所有的過程 所以也就是說付錢的人 就是鄧英他們夫妻在付錢 是 那表示鄧英跟孫彭夫妻 都知道 帳目表上面就是列出來 究竟他買了哪些裝備 立剛問題就來 你知道你的小孩在國外一個人 然後偏偏買這些 高危險性的東西 你怎麼一點致死的反應都沒有 這不就很奇怪 可是你要想想他在台灣的時候 他就已經在自製火焰噴射器了 所以你在美國 這樣一個敏感的國度 然後你還特別去買了這些東西 放在你的小孩所住的地方 你們的父母 到底要不要負起這個責任 你不覺得很奇怪嗎 居然鄧英他們父母親 不知道兒子用信用卡 買了這麼多發的紙袋 1600多發 在現在這時候 我們就用電話連線 連線形勢鑑定專家 李昌裕博士 李昌裕博士你好 我這是新聞龍捲風 主持人戴立剛 好 您好 好 博士我想請問一下 像現在這個孫安佐 他家裡面搜出了1600發的紙袋 這個博士在美國居住這麼久 依你的看法 你有什麼樣的一個見解 這麼多的彈藥就比較嚴重了 假如說你是打靶了 通常幾發子彈了 或者幾十發子彈可以解釋 你另外一個解釋的方法 我收集子彈做樣本 這個你當然幾十發子彈 不同的每樣一發你可以解釋 現在呢 1000多發子彈很難解釋了 第一個你購買的合法不好法 第二個你成年了沒有 有沒有槍支製造 第三個你買的是什麼子彈 因為我對這個案件不是很了解 聽說有些是AK-47 那是全自動的武器 所以這個案件可能將來會變成一個 Federal Offense 就是聯邦的Offense 那就是不是地方警察局調查 也有可能送到變成Holand Security 或者更嚴重一點 也許他們會查他的電腦的電子通訊 他有沒有跟任何的查 翻看任何的恐怖組織的網站 或者其他radical就是暴力分子的網站 或者查一些有沒有怎麼殺人那些 李昌英國士 我想請問一下 像現在的狀況好像已經升級到了 由國土安全部來負責這件事情了 那就表示說整個事態狀況來說 已經到了聯邦政府 算是非常嚴重了吧 對了 比較也非常嚴重了 可能他們在他電腦上發現一些 其他的上網的消息了 因為這些hard disk他拿去之後 雖然你取消了delete你的通訊 他可能找到一些比較嚴重的信息了 所以也就是說當地的警方 他們發現了這些蛛絲馬跡以後 所以就整個升格到了進入聯邦 由國土安全部來負責這件事情 那這樣子的話 那這事態可就嚴重了 事態就比 不是說小孩子說著玩的 不像迪英他們父母親所講的 就是兒子什麼萬聖節 買了一些東西來玩玩的 這樣的狀況了 他也許是 並沒有他年紀輕不懂 也許沒有想到他的嚴重性 另外一個也許可能就是同學 這個peer group 所以要看他那些同學有些 可能其他同學叫他買的 所以這些很不幸的一件事情 是 因為很多孩子 他不了解嚴重性 那李昌玉博士想請問一下 會不會是他因為上網 因為剛剛你有提到說 因為上網而使得現在整個 升級到了國土安全部 那有沒有可能因為上網 他跟恐怖分子之間 可能有所聯繫了 而恐怖分子背後在縮死的他 做這樣的事情 這當然也有可能性 但是他也許並不是說 跟恐怖分子直接聯繫 他只要查他的網站 或者看他的消息 這都比較嚴重的了 不必說跟恐怖分子聯繫 那不是想會 假如說跟恐怖分子聯繫 那他就更嚴重了 謝謝李昌玉博士 接受我們的電話訪問 謝謝您 好 謝謝 OK 拜拜 我們看著我前方 你可以注意到 這麼多的槍械在加上子彈 沒想到這個孫安佐 他擁有的子彈數量 是我這裡的數量的 10倍以上的數量 有這麼多的子彈在這個家裡面 你不覺得整件事情 有點怪異嗎 這第一讓兒子 到了美國去讀個高中 結果在技術家庭裡面 居然擺了1600多發的子彈 還自製了一把90手槍 但現在美國警方 還要再查的就是 有沒有長槍的存在 但是如果有長槍的話 那就代表說整件事情 越來越不單純了 可是迪英的兒子 為什麼到了美國 行為舉止變得這麼的怪異 是1600發子彈 我們覺得匪夷所思 所以我現在要討論是 這一家人的價值觀 會不會跟我們想的也不一樣 價值觀不一樣怎麼說 我講另外一件事情 這幾天 當孫安佐事件爆發之後 迪英跟孫彭夫婦 已經到了美國去了 迪英的姐姐迪梅 就接受台灣媒體訪問 哭哭啼啼 一直告訴大家說 能不能體諒身為母親的敵 她內心的煎熬 這我可以體諒 能不能體諒 這個孩子很善良 好 我們也可以體諒 但是最近另外有一個 女藝人叫崔佩儀 她的兒子只有14歲 叫貝克宇這個男生 她在她自己的臉書上 就提到這件事 她提到孫安佐事件的時候 你們不要這樣想 我不會是孫安佐第二 各位 一個14歲的男生 他在臉書寫了這樣一個事情 當然領起了爭議 崔佩儀就道歉了 他說身為母親 我替我的兒子跟大家道歉 不好意思 我兒子的言論 可能有一些網友 會覺得是落井下石 可是他講的話也沒有錯 你想想看 一個在美國讀書的男生 怎麼可能家裡面 會擁有那樣子子彈這麼多 而且達到1600多發的子彈 你剛剛這就是我要討論的 我們都身為父母親 我們的價值觀會覺得 這匪夷所思 所以當貝克宇說 我不會跟他一樣的時候 他有什麼錯 他或許講這個話 你心裡不舒服 但是當崔佩儀 已經公開道歉之後 嫡媚說話了 她剛剛接受媒體訪問的時候 怕轟崔佩儀 他為什麼怕轟崔佩儀 崔佩儀 你出來道歉 你憑什麼要讓你的14歲的兒子 在臉書落井下石 你憑什麼這樣做 你出來道歉 我跟你講 我妹妹現在在美國 是沒有看到新聞 她看到新聞 她一定很生氣 不要等我妹妹從美國回來 你現在給我出來道歉 不好意思 這家人的價值觀有問題 我真的想問一下迪美女士 如果你要我們能夠感同身受 認為迪英很辛苦 那你為什麼要這樣為難 同樣是媽媽的崔佩儀 你為什麼在這時候說 貝克宇就不應該這樣講 所以你要出來道歉 可是你有沒有注意到 他們家的行為舉止 好像都是別人家小孩的錯 好像你們家孩子犯了錯 是別人的錯 那你家小孩都沒有錯 你家的小孩最善良 善良到1600發子彈 他的父母都知道 那你可不可以回答我 改造手槍怎麼來的呢 我再講另外一件事情 是這幾天 迪美接受訪問也有說 其實孫安佐他住了這個地方 不錯 爸爸媽媽精挑細選過 是一個不錯的豪宅地區 你這樣一講 記者當然就要到這個豪宅地區 去看一下 但是各位 你們有當地的記者熟嗎 你們有當地的警長熟嗎 當地的警長熟 連警長跟記者都覺得 匪夷所是說 這個地方 不是 在我們看來 這個地方犯罪率還滿高的 這個地方還滿複雜的 什麼 迪英有兒子住的地方 滿複雜的 對 那請問 迪英跟孫鵬 當時在選擇住宅區的時候 你們不是說 是個高級住宅區嗎 你們不是說 哄媽都把這個孫安佐 當自己的孩子嗎 現在所有的事情爆發 我們都覺得難以想像 如果你把孫安佐 當自己的孩子 當警方來到你家搜查的時候 你會把感受手槍 跟子彈全部藏起來 你是害了他 對 後媽居然把他全部藏起來 你今天做這件事情 就是個豬隊友 是怎麼回事 那這幾天 也有迪英跟孫鵬的鄰居 曾經說 這個小孩其實三年前 在他們北投的家 就曾經玩BB彈 從二樓的陽台 就往下掃射路人 路人從他們家前面 走過去還被BB彈打 當時迪英說什麼 你們不要再落井下石了 沒這件事 我兒子有玩BB彈 可是他都是跟爸爸 孫鵬一起玩BB彈 而且是會往上發射 不會往下去射路人 你們不要這樣子說我兒子 但現在看起來 身為父親母親的 你們真的了解自己的兒子嗎 這幾天很多人都說 沒有 李英絕對不可能寵愛他的兒子 他是個虎媽 沒有錯 他們家就是虎媽 但是配上了貓爸 其實寵愛他們兒子的 是爸爸孫鵬 孫鵬過去在上節目的時候 就曾經講過 他說 我老婆怎麼對待兒子 你們知道嗎 我們家有五層樓 每一層樓都放了一條 很強的水管 走到哪兒 我打到哪兒 這個媽媽多兇狠 你這麼兇狠 只要兒子這個成績 少於90分 89分就打一下 兒子不愛窩 就打一下 那爸爸做什麼 他每天就想辦法幫兒子逃避責任 當闖禍之後 就父子兩個想辦法 怎麼樣讓兒子不要接受懲罰 只有爸爸自己承認 他多寵愛他的兒子 兒子過去要考試 早上早餐爸爸準備 兒子要叫他起床去讀書 兒子要吃什麼 爸爸都準備好有沒有 過去孫鵬接受訪問的時候 他就講說 我們家就是老婆很疼兒子 所以我就要想辦法 很照顧我的兒子 這一家的價值觀 我們真的不了解 如果媽媽過於的 嚴格的對待兒子 那爸爸又過於寵愛兒子 那你們要想想 是不是自己也有責任 除了身為爸爸的孫鵬 不斷在節目上常說 他有多麼寵愛他的兒子之外 其實這個虎媽也不遑多讓 常常在節目裡面講 他是怎麼樣教育他兒子的 這個兒子就是他的命 兒子就是他的天 可是其實各位並不知道 其實兒子也改變了 底因的人生 過去底因因為小時候 家境貧困 所以他很小的時候 就跟他的姐姐加入了 這個歌仔戲班 書讀的真的不多 所以這幾天 竟然有一個新聞 我不太相信說 底因其實不是字 底因不可能不是字 底因是字 只是受的教育不多 但是他為了他的兒子 他真的深夜苦讀 努力的讀書 考上二專的夜校 可惜這個媽媽 是把兒子捧在手掌心的 但是在這裡要講一下 雖然這個虎媽很疼愛他的兒子 很訓練他的兒子 但你真的瞭解你的兒子嗎 就在我們討論孫安佐的當下 就有孫安佐過去的槍友 過去的槍友 18歲的孩子 他的朋友都是網友 車友 可是孫安佐有槍友 居然有槍友 剛剛有媒體報道說 他的槍友就是過去跟孫安佐 一起玩生存遊戲的槍友 孫安佐的確很喜歡這個真槍 跑來打靶 他還提到孫安佐 尤其喜歡AK47 所以他對所謂的克拉克手槍 應該沒有高度的興趣 我又懷疑這又來了 這又是個豬隊友 你為什麼一定要強調 孫安佐特愛AK47呢 你們真的瞭解這個孩子嗎 身為父母親也一點都不了解 我們看著孫安佐 你可以注意到一件事情 有沒有看到一件事 就是大家以前古人時候 常說一句話 養子不叫父之過 那這孫鵬 你這個父親是怎麼做的 怎麼把兒子變成了這個樣子 媽媽會不會寵過頭 剛剛畫面當中 你有沒有看到 拿著火焰噴射器 在台北的河邊 在那發射火焰噴射器 這是違法的行為 那這個敵英 你有沒有覺得這事情也錯了 真的怪不得 你們家裡的價值觀 可能真的有點問題 可是我們到頭來 就來講到美國了 現在這時候 孫安佐在美國出了事情了 也被美國警方抓了 收出了那1600多發的子彈 我們現場有個 美國步槍協會的教練 曹教練 我想問一下 孫安佐在美國的這樣行為 好像美國擁有這些東西 18歲可以擁有嗎 一般是這樣子 因為美國各州的法律不太一樣 但是一般都是這樣子 21歲你才可以擁有手槍 21歲才可以擁有手槍 因為手槍是可以藏匿 你比較會去犯罪 長槍一般來講18歲就可以了 所以也就是說曹教練 手槍這個東西 是很容易犯罪的 因為我只要往身上一藏 我褲子裡面一藏 人家根本不知道說 我身上帶了一把 這樣子致命而殺傷性的武器了 可是孫安佐 他卻居然收出了這樣一把 而且是自己從網路上 買了零件來組裝起來的槍 我覺得一般我們在美國買槍 就好像有些人買車一樣 就是說有些人買車他喜歡改 對 那槍的話 有些人他就不喜歡 我買來就是這個樣子 所以他可能 譬如說這個 他只要買這個 有槍支號碼的這個部分 這個是AR步槍 你只要買這個 你可以看到這個 他只是一個機箱 所以你只要買 有槍支號碼的這個部分 你需要登記 其他的東西都是零件 所以說譬如說 你現在這個槍 假如說你想要這個槍 但是市面上沒有 你意思說這把AR15 對 你只要去買這個部件 我只要買到這個部件 就這個去換 這個部件你是要去槍店 要做背景調查 因為上面有編號 對 上面有槍支號碼 槍支號碼在上面的時候 這把槍就表示說 這是他的身分了 就像車子的那個 車殼上面的那個車身號碼一樣 對 其他的東西 你就自己去網購 或者去鋼修聯買自己配 曹教練你的意思說 這個槍管 包含了這個整個把手 對 其他你都自己 這邊還有包含了整個狙擊器 我全部什麼東西 都可以自己買到 對 那撞針呢 沒有 那個都買得到 什麼槍機 就是你到鋼修裡面去 到處都有 甚至網路上就可以買 所以也就是說 現在曹教練 你講到的這個東西就是 關鍵的部件就在於說 這上面的這個槍支號碼 對 包含了手槍的部分 手槍的槍支號碼 也是在那個板機的 你可以反過來看 在那個板機護工的前面 以前我在上班的時候 就有墨西哥人說 要賣我黑槍 墨西哥人要賣你黑槍 對 但是我就跟他說 我有合法的槍 為什麼要買黑槍 我可以合法買 我不必去買黑槍 所以黑槍的來源 那大部分都是 就是失竊的槍 被偷的 有的是到人家家裡偷 有的直接偷槍電 還有一些是在運送過程中 槍支整個被偷走 因為美國這個槍支就是你 他運到槍電的時候 他就是像UPS 就是這種油購 一個卡車來 就是卡車來 有的時候有些人就是 不曉得怎麼搞 會被偷 所以他看準那部車裡面 可能有槍支 所以他把整部車裡面 槍都偷走了 對 從黑市來源就表示說 他有認識到這個門路 才有辦法把這個槍裡面 最重要的這個零件 這個部件給弄到手了 這個買黑槍有很多管道 有的就是朋友之間 互相賣來賣去 還有一個最大的漏洞 就是鋼秀 美國的鋼秀 就是像這個跳蚤市場 每個人都可以去 你去租個桌子 那個裡面有的時候 幾百個桌子 幾百個攤位 每個人都可以進去 把你要的東西 你只要租個場地 把你要的東西拿去賣 所以我都可以 像我桌子上面這樣子 把這些槍支全部都 擺在這個桌子上面 然後每一把槍支 我認為是多少錢 我標價出來 任何人都可以來買 甚至有些人他連桌子都不租 他就身上揹幾把在裡面逛 你難怪說 我哪把AK47 我就在那邊逛 有沒有人要買 然後你上面就貼個 紙條寫要多少錢 我這邊就貼個多少美金 有的人就揹四把 他可能在外面停車場裡面 他車子還有好幾把 你揹個四把出來逛 賣完了你再去你車子 再拿個四把出來逛 所以你等於說 我就進去的會場 我就這樣抓著槍 有沒有要買槍 有沒有要買槍 就這樣子來賣 沒有 我們都曉得 你看他揹著槍上面有價錢 他這邊走來走去 你就知道是賣槍 那像子彈呢 子彈的話 子彈買的話要登記嗎 不需要 子彈 子彈都不要登記 就像你開車 你買汽油 就沒人管你了 對 子彈我們去鋼修買 也沒有人再買一盒的 鋼修裡面就這樣直接在 那個沒有 那是買一箱的 500發1000發的 你不是買一盒 你是一買就是一箱 因為一般來講 你去零售都會比較貴 譬如說你去槍店買一盒 那零售都比較貴 那鋼修裡面 他都是那個就是堆了一大堆 然後500發1000發加賣 你要跟他買一盒他還不賣 可是美國人 他們好像對於一些話語上面來說 有很大的一些競技在 就像孫安佐這次他講了這個話 後來就引上了這樣的 一個重大的事件 可是之前你在美國 有沒有碰過這樣的一個狀況 對 我一個朋友就碰過 我們在美國都曉得 你這種話 威脅別人的話 不要隨便亂講 我們台灣人喜歡常常威脅別人 還覺得自己很勇對不對 對 我有個朋友是越南華僑 他在修車場做事 有時跟一個台灣 台灣同事起了衝突 那台灣同事就說 你等著看我殺你全家 講這句話 然後他馬上報警 警察就來了 警察來就問旁邊同事 大家都說有有 等著看殺你全家 就這幾個字 美國警方馬上就到了 對 然後就問其他同事說 對 他有講 馬上上手烤 然後到他家去把他槍枝 全部沒收 手銬直接靠起來了 對 人就直接押走了 對 然後到他家去把槍枝 收手票就進他家裡去了 對 然後他以後這樣子 可能也不能買槍 所以我們在美國都曉得 你這個人一旦有暴力傾向 譬如說有家暴 就言以威脅別人什麼 都不可以隨便亂講 所以聽到這個曹教練 這麼一講 你可以注意到一件事情 在美國這個地方 真的是你飯可以亂吃 你話絕對不能亂講 尤其美國人每一個家裡面 都擁有槍枝 而槍枝就是最恐怖的 一個殺傷性的武器了 可是我們說到 這一次孫安佐 他就是話語當中出了問題 可是美國人為什麼 對於這些話語當中的字眼 這麼的在意 因為有許許多多的前車之鑑 不注意可能就出大事了 為什麼孫安佐的案子 會從這個地方州政府的警方辦案 提升到國土安全部 跟聯邦調查局FBI 就是因為FBI在今年2月 出了一個大事情 什麼大事情 今年2月在美國佛羅里達州的 校園槍擊案 造成17人死亡的 這個兇嫌克魯茲 事前一個月 作案前一個月 他當時就曾經有很多的 20幾通的電話情資 打到這個警方 跟FBI調查局 告訴他們說 這個克魯茲 他可能會去開槍 然後他可能會要去殺人 所以你意思說 他們都在這個案發之前一個月 就許多的人打電話 到警方那邊去報案了 對 20幾通的這個電話 20幾通是數量不少 但是當時那個警方 還有這個FBI 不當一回事 當成耳邊封 他們不當一回事 結果沒想到2月的時候 真的慘劇發生了 這克魯茲就真的跑去 這個大害殺界了 造成這麼多人死亡 所以現在FBI很敏感 一聽到孫安佐 有這個意圖的傾向 而且又在這個 他的哄罵寄出家庭裡面 找到這麼大批的彈藥 再加上一個關鍵 這個關鍵就是 我剛剛講克魯茲 你有沒有看到剛剛 克魯茲的畫面當中 有許多都是他拿著槍 他的許多的IG上面 都有很多這些PO出來 他拿槍玩槍 甚至射擊的一些畫面 還有在克魯茲這個 兇嫌的家裡面 也收出了大批的子彈彈藥 其實跟孫安佐滿像的 很多的子彈 然後克魯茲用的是什麼槍 什麼槍 殺人的 他是用AR-15 你意思說就我手上 這把步槍嗎 AR-15 而且他的家中還有一大批的 AR-15的突擊步槍的子彈 這把步槍的子彈 他家裡面有大量的子彈 大家或許會想說 這跟孫安佐什麼關係 孫安佐這一次 1000多發子彈裡面 有295發AR-15的 他想買 還沒有買 所以他還沒有槍 但是他已經有有子彈了 他已經先買了子彈 已經買了295發了 你有沒有看到後面 觸控照片當中 這麼多的子彈在那背後 對 但是他還沒有買到槍 但是警方已經掌握情之說 他已經預備要買這一把 意圖要買 他要買這把AR-15 意圖買AR-15 再加上家裡搜出來 快300發的子彈 你想想看 美國警方跟FBI 會冒出一身冷汗嗎 萬一又來一次 像二月佛羅里達做的 校園開槍事件 那怎麼辦 你看看他拿的AR-15 到了校園去 他要把它打成全自動的時候 這樣連續射擊 殺傷力多恐怖 說到AR-15 他可以說是美國民眾 最容易買到的這個槍 你去美國任何一週的 他的一個槍枝販賣店 合法的槍枝販賣店 幾乎你進這個店裡面 這個映入眼簾了 幾乎直立式 這全部都是AR-15 你有沒有看到 整個槍架上面 全部都像我這把道具槍一樣 都是在AR-15 為什麼AR-15 幾乎他在美國 就等同於這個AK-47 等於是恐怖分子專用的槍一樣 為什麼這麼二賣 AR-15就等於是美國 常常發生重大槍擊事件 校園槍擊案屠殺案的這個 兇嫌專用的手槍 都愛用AR-15 剛剛你問的問題好 為什麼大家都愛用AR-15 你只要大概是18000多塊台幣 到56000塊就買得到 然後他的子彈28 只要18塊美金 也就是500多塊就可以買到了 28子彈500多塊台幣 所以也很好買 連子彈都好買 但是AR-15其實就是 軍用版的這個M16 在這個M14停產之後 幾乎大部分都是用AR-15 就是軍用版的AR-15 也就是M16 你知道嗎 其實AR-15 他還有一個設計的優點 就是當時尤金斯通納這個設計者 還有他們科特爾大廠 在設計這把槍的時候 他就注意到他的輕便 還有這個射速 比如說他的射程 如果剛剛講AK-47恐怖分子愛用 他的射程是300公尺 AR-15他可以到400公尺 甚至550公尺 所以你意思說AR-15 他的射程比AK-47還要更遠 而且他的射速快 他的子彈又輕便 你知道嗎 曾經有一個退役的美軍 可是你說的這個用途 是在戰場上面的用途 對 但是就是因為在戰場上 曾經有一個美軍的士官 他比較過 他說以前他用M14 在同一個狀況下碰上敵人 當他用M14 把對方的腦袋射穿了開花之後 子彈就是直接從頭部這樣穿孔過去 你說就像那樣子 穿過肉塊一樣這樣子穿過去 對 他的子彈射擊了這個彈道 但是如果你用AR-15的話 當時那個士官說 他同樣類似的相同的槍 他碰到了敵人 他一樣用AR-15開槍 結果那個子彈 他又不規則的 這樣一個螺旋 他的一個彈道 幾乎會造成子彈射到那個傷口 是創傷式的那種大面積的傷口 而且 入口小 出口大 對 然後就會造成那個 重擔者 這個更大的傷亡 沒想到AR-15在美國 是這麼的熱賣 但是孫安佐他一心想要的 這樣的AR-15 可是現在這時候 美國冰封州的警方 正在努力的追查 如果步槍真的被找到 那事情可真大條 休息一下 來告訴我們 我們在昨天的時候 有提到那非洲的板塊 好像有開始裂開的跡象 但是在日本 以前就有部電影 講到沉默的日本 可是日本好像真的要沉默 而且現在正在開始 是 立剛 最近我們在日本 這邊海潮這個地方 又發覺他這個板塊 向下快速滑動 快速 你用快速兩個字表示 速度真的很快 對 因為以前 一般地質的活動的話 可能是每年幾公里 這樣慢慢一直慢慢下去 可是他這次不是 他在相對非常短的時間之內 他們觀察到 居然向下滑了50公尺 什麼 不是50公分 居然是50公尺 50公尺 十幾層樓的高度 這個在地質上 這是非常巨大的一個變化 而且你想想看 這麼大的能量 推動著他能夠這樣 移那麼多的位置 所以大家就在擔心 這個是不是又有什麼大地震 還有什麼狀況要出現 因為我們都知道 日本本來就是 全世界地震最頻繁的國家 對 因為它剛好就在四大板塊 交會的地方 北面板塊 大陸板塊 飛兵海板塊 太平洋板塊 這四個板塊 每天都互相在擠壓 你有沒有注意到 這些板塊的運作之下 使得日本這個地方的山脈高 日本這個地方地震也多 對 所以日本自古以來 就一直遭受到地震的侵擾 全世界三個地震影響 最多的地方一個智力 一個阿拉斯加 再來就是日本 日本其實還是最頻繁的地方 所以日本一直都有這些地震 其實就讓人家很擔心 你每一次都這樣震 尤其現在一下子板塊 突然之間下滑那麼多 會不會代表下一個能量 要釋放的可能性 是不是 因為不然的話 沒有道理突然之間下滑50公尺 是 那到底是出了什麼狀況 所以如果這個壓力持續累積 我們希望下滑50公尺 當然是把壓力釋放掉 那是最好 萬一沒有釋放掉 這只是個前奏 那就表示這個能量 可能還在累積當中 是 所以日本人 其實都非常非常擔心 其實他們為什麼非常擔心 其來有志 因為日本真的是一直遭到地震 有點平凡到 有的時候真的讓人家難以想像 實際上我跟你講 在1943年到1946年之間 日本連續發生四次大地震 頻率這麼高 是 而且我跟你講 每一次大地震 都造成上千人死亡 你知道這是非常誇張 1943年的時候 當時就先發生鳥取地震 鳥取地震 當時已經造成2000多人死亡 你知道日本當時 因為正在戰爭中 所以封鎖 消息封鎖了 消息封鎖 不知道有什麼多人死亡了 我跟你講 然後到了1944年 又發生東南海大地震 又死了1000多人 這次連他們的工廠 都已經遭到損害 然後繼續封鎖 不讓大家知道 然後在戰爭的時候 大家都想說沒事 沒事 應該沒有發生什麼事 可是你戰爭當地人民知道 沒辦法講 他已經被地震 遭受其害 四周的人不知道 可是遠在太平洋彼岸的 有一個國家知道 哪個國家 美國知道 美國 美國地史調查 鎖他們知道 對 美國當時已經觀測到 那個震度 因為那個震度多大 尤其是東南海 1944年的東南海大震 那一次整個地殼 居然摇晃了6個小時 什麼 摇了這麼久 是 那表示能量的釋放量非常大 因為它的能量 相當於8.1MW 其實這是非常強的地震 人類史上最強的 自立1960年自立大地震 也不過9.5而已 所以它已經到8.1 8.1了 其實已經非常非常強了 然後美國當時 觀測到6個小時 不斷的在搖晃 想說日本到底發生什麼事情 當然等到戰爭結束之後 我們知道那是地震 為什麼 因為1945年 1946年繼續在這 又發生地震了 是 連續四年 可是這樣相隔時間 沒有到十年的時間 對 所以這個讓大家覺得 日本的地震頻繁了也太可怕 但是李剛才你知道 更詭異的就是 你知道嗎 日本可能就是因為地震太多 引致了美國對它K原子彈 為什麼地震多反而K原子彈 這個理論不通 完全不可以理解 原子彈丟下去不是為了 終結二次大戰嗎 對 我們都知道 美國為什麼要丟原子彈 就是在1945年的時候 8月6號先對廣島丟一顆 8月9號又對長崎丟一顆 然後這兩顆下去之後 然後我們就知道 日本天皇就宣布投降了 因為他現在打不贏了 可是大家就覺得很奇怪 其實當時全世界都知道 日本快翔了 你幹嘛急著一定要丟原子彈 因為日本當時內閣其實已經 你還沒有丟原子彈之前 日本都已經在討論 他們只會要投降 因為這個戰爭 他們已經打不下去了 可是問題是 美國人不是這樣認為 為什麼你知道嗎 因為在1944年的時候 當時就是在菲律賓海海戰 當時人類有史以來 最大規模的雙方動員 光是航母加起來 超過24艘 這麼多數量 對 那其他的護航航母 其他的這些戰艦 戰列艦太多了 結果日軍在這一陣大敗 他的四艘主力航母 還有七艘以上的戰列艦 全部都掛掉 從此以後日本海軍已經不再是 一決不振了 已經不再是戰略單位了 已經幾乎 基本上等於消失了 那這一陣打垮了之後 照理來講美軍不需要怕 因為日本人已經完全失去主動性 他是任你打而已 可是美軍為什麼還要丟 光到長崎的原子彈 其實最重要的就是 因為當時鳥群 1943年鳥群大陣 1940年東南海大陣 結果當時美國一直發覺 奇怪 日本怎麼沒事 一直在震動 你難不成說 美國人認為那個地震不單純 是 你要知道當時全世界 包括美國 包括英國 包括德國 全世界 甚至連蘇聯 都在研發原子彈 日本其實也想要做原子彈 美國當時認為說 日本不會再給我搞原子彈 所以也就是說 測到的那個地震的能量 不過美國人認為說 可能你在試爆原子彈 是 所以這個時候 當然要先下手圍牆 我不先開過去 搞不好等你研發好 你來K我 那我不就完蛋了嗎 所以就像現在這個時候的 金正恩 北韓長山山下面的地震 美國人認為 那個可能就是 原子彈的試驗了 是 就有可能是 實際上它也真的就是 所以在當時資訊 不發達的情況下 也許就是因為這樣 造成了美國的誤解 結果才害日本挨了兩顆原子彈 我們看到當時的原子彈丟下去 終結了二次大戰 但是當時的 日本的連區的四次地震 究竟真的是地震 還是底下做那個地震 原子彈的試爆 才有這樣的能量波子 釋放出來 可是我們說到 全世界最恐怖的地方在哪 有人就會說 就在那醫院裡面 因為醫院裡面的死傷人數 真的太多了 美國的CNN的Travel 他們就真的做了一個評比 結果發現有一間醫院 是最恐怖的 立剛 他恐怖的程度在於 因為連美國CNNTravel 都認證他 評選他 我們都都怕 真的 那麼恐怖 是 我們本來以為 會是歐洲的鬼寶 還是美國的英宅 結果竟然是位於韓國 經濟道的昆池岩病院 你說的居然這個地點在韓國 而且美國人都怕 好 他之所以讓人家覺得 他毛骨手來是因為他認齡之多 那最近韓國人把它拍成了 類紀錄片的電影 因為他本來就真實事件 所以他是類紀錄片 那這個精神病院 他因為陸入失去 有很多的病患在裡頭 莫名死去 互相殘殺 親身連院長都逃不過 後來就變廢墟 然後結果就有網路節目 就叫大膽的人去試膽 沒想到去的時候失控了 因為怨靈出竅 這裡是極陰之地 我剛剛說他既然是真實事件 原來真實的故事 其實比電影還可怕 電影算收斂 你知道原來這個地方 他這個精神病院 一開始是發生說 因為有很多的病患在這兒 然後莫名其妙 好像中邪又附身 他們可能互相殺害 發生了很多凶殺案件 壓都壓不下來 結果因為這樣子的恐怖 他會傳染的 後來有他們裡頭 42個的精神病患 集體輕生 我們現在講的是真實發生的 好 那院長呢 院長照道理應該 我們說他是個名利的人 他是正常人 他並不是精神病患 他也輕生了 他也發生這樣事 結果後來很多的人 你看看現在為什麼 很多的畫面 很多人想去那裡試膽 這都是真的 所以大家不信心 想要去那裡試試看 對 就發現去那邊 都會有一股莫名的力量 吸引著他們好像要做一些 不利於自己的事情 到底這棟房子前身是什麼 才發現前身 是一個監獄 而且這個監獄 當初關了很多的死囚 這些死囚後來在這邊 都被虐殺也好 或者是被處決也好 1996年精神病院關閉 為什麼 因為太邪門了 而且院長死了 他的家人又不處理 關閉之後 才會你剛剛看到 有這麼多的人去那邊 包括院長辦公室 包括集體治療室 還有一個最恐怖的 就是他們說 402號房絕對不能碰 402號房不能碰 因為那個房子 現在被人封印在那兒 他打不開 其實安德烏還有一個地方 也滿恐怖的 這個地方是在1980年代 曾經有一對夫妻在這兒 慶上北道所開的一家餐館 那一對夫妻當初在這裡開餐館 是因為他覺得 這邊的風水不錯 又面向海邊 所以他們開了之後 生意也果然非常好 他們把這個地方名字 是叫做我們講的 營德郡的一個房子 但是他們卻不知 他們所改建的那個建築物 以前是叫營德兇宅 以前居然叫做兇宅 你不知道對不對 沒有是死過人 是 你不知道 但你會遇到 來 我跟立剛報告 這一對夫妻老闆娘說 他們當時生意做得很火紅 但沒想到有一天 他突然發現怎麼整個房子 像是地震一樣 玻璃都快碎了 因此他就上樓查看 沒想到他從樓下往上走 走到二樓樓梯口 他整個人瞬間定住定格 為什麼 因為他看到樓梯口 天花板上面 一個女鬼頭漂浮在那兒 披頭散髮 斜眼瞪著他 彷彿要把他給吃了 天花板上居然有個頭在上面 好 那你就知道 這裡似乎有女怨鈴對不對 好 結果 果然一經調查才發現 原來在之前有一個年輕的女子 在這個改建之前的英德兄宅 愛上了一個阿兵哥 阿兵哥後來讓她懷孕卻棒殺她 所以她就在這兒 上吊親身 親身的位置是在地下室 但怨鈴會在這一個房子裡頭 到處漂 但你以為就這樣 我告訴你 那時候有很多法師 你給他細眼就去那邊 想要看能不能操渡或什麼的 發現一去就趕快當天連夜逃走 為什麼 因為他們發現 怨鈴不只這一樁 還不只這一樁 竟然還有一萬多條怨鈴在這 為何 為什麼有那麼多 因為1950年當時南北韓戰爭 韓戰的時候 北韓攻到這兒 贏得凶宅所在地 結果南韓兵人不足 招了很多的年輕學生 來當阿兵哥還有娃娃兵 他們根本不會打仗 上去當肉把被 一萬多條人命再上身 後來亂葬於剛剛 贏得凶宅前身的那個地方 所以他們才說 這邊一段 一直不斷的有一種奇怪的力量 要人家來這裡親身 或者是要來這裡開餐廳 其實都是鬼 要來衝抵人類 看著這世界上 有許多的地方 那是我們人類的一些 禁忌的地方 你沒事千萬不要去試膽 小心試出問題 休息一下 來告訴我們 我們說到在全世界的特種部隊當中 俄羅斯的特種部隊 是非常的飄悍的 但他們怎麼訓練 人之所以強 是因為真槍時代 讓你在地上滾的震撼教育 你看教官現在對於特種學兵 我開槍那是真的槍 你有沒有看到那子彈 打在地上這樣彈起來的樣子 你就給我滾 那你不要呆呆的滾到 被我打到的方向 可是這樣會被挑戰打到吧 所以握到隱蔽遠壁 然後接下來你所有的那些 我們講的這個 弊彈的姿勢 你自己去挑戰 我教官就是隨意射 但是立剛 你知不知道近距離 你要怎麼拿捏 我告訴你 兩個俄羅斯的特種部隊 你看 好 開始 他們拿著AK-47改良步槍 互相朝對方後面的標誌 天哪 那聲音很大聲的 不是 立剛 我覺得聲音就算了 重點是如果他要是手抖 他要是眼睛進沙子 結果你看看 現在兩個人互相射擊 已經代表他們的 非常信任對方 就信任射擊訓練 接下來他們還拿著 紅色的那個靶子 讓對方的狙擊手來射 你就不怕他射到你頭髮 給你爆頭吧 對啊 你看現在狙擊手射 真的射 射破代表有煙霧 代表那是壞人 好 壞人成功見面 接下來後面不是還有很多 白色的靶子嗎 那都代表人質 那我們現在要拯救人質 那我們就要交叉掩護 互相射擊 全部都是肉貼著肉 近距離互相射 一不小心一個手滑 就是直接把你的朋友給射死 但是他們就是這樣實戰演練 好 立剛我給你看 第三段影片更可怕了 來 兩個人 也是俄羅斯特種部隊 後面都有六個氣球對不對 對啊 你應該知道大概要幹嘛了吧 不會吧 這難不成就互相對話射擊嗎 不會吧 是立刻來吧 你看看 對 這近距離10公尺 然後拿著手槍射對方 但是不能射到對方聲音 可是你在射擊的當下 你的耳朵還會聽到那子彈 從你旁邊飛過去的聲音 但立剛如果你耳朵 瞬間可能耳鳴的情況下 你在開槍的時候 你是不是有可能會影響你的準度 那你分心的話 你的夥伴不就被壓死了 你看他有分心嗎 我看他們真的是 連心都交給對方 因為這叫信念社群訓練 可是這是俄羅斯解放軍 解放軍也不遑多讓 三個人都在那兒 三個人頭上都放蘋果 你以為幹嘛要畫畫嗎 不是啊 打靶的 等一下 你還用手槍打嗎 真的手槍拿出來了 手槍打靶準度變不高 他們的這些 我們講的槍手 尊重目標 打中蘋果 但那不是橡膠子彈 那是真槍實彈 每個蘋果放在你頭頂上 不是爆裹就是爆頭 你往下再偏個一個兩公分 可能就把人打死 你有沒有看到他們的距離 其實很遠 幾十公尺 因為他們竟然還可以 那樣欺定神賢的打完說 你打得好準 把蘋果咬下來吃 這麼信任對方 沒錯 連坦克給你爆頭 我都信任 來 下面這段畫面你看到 一個阿兵哥 看到坦克跑過來 他不但不閃躲 他竟然還到他正中央 然後 很危險 不是 戰車的那個 你開過戰車的 他看得到嗎 他履帶 你那個石角很多 下面阿兵哥在哪個位置 你們在戰車的駕駛座 根本看不見的 所以是不是極度信任的訓練 還就這樣給他壓過去 這是什麼 炸彈 兩公斤T2T炸彈 相對於400顆手榴彈 就這樣傳到 像俄羅斯遊戲一樣 傳到誰誰會爆 你自己去丟吧 你看他們多互相訓練對方 用生命在訓練 我們看成這樣堅持的訓練 最重要就是讓你在戰場上面 衝貨率會增高 休息一下 來告訴你 我們看著迪英大兒子 在美國被抓了 但是一個禮拜的時間過去 沒想到整個案情居然直轉即下 為什麼 就在在今天的時候 搜出了1600多發的子彈 我桌子上面這邊擺的數量 是120發 你有沒有想過1600多發 可是我桌子上面 10倍數量的子彈 子彈當中有包含了散彈的子彈 有步槍的子彈 但這子彈裡面 我們可以研究出一個問題 就在於 現在孫安佐本身 有一把這樣子自製的90手槍 可是有沒有注意到 子彈裡面有步槍子彈 有包含了AR-15的步槍的子彈 也有包含了AK-47 甚至包含散彈槍的子彈 這是否代表著說 孫安佐他本身 又要有這麼多的槍械出現 這案情看來真的不單純 是 孫安佐 現在這個發展對孫安佐 真的是非常不利 因為之前說 不過是萬聖傑一個裝飾品 一個道具 對 之前不是只有幾十發子彈嗎 現在完全不像 因為你什麼樣的道具 你要用到1608發子彈 而且那裡頭有手槍子彈 然後有7.62的AK-47的步槍子彈 然後有5.56的AR-15的步槍子彈 你看到畫面當中 多少個子彈排列出來 然後還有裂槍的散彈 所以你用這麼多子彈 你到底想要幹什麼 更可怕的是 你看就是他現在拿起來了 居然有一個組裝 他自己組裝的90手槍 那你到底自己組裝 這個手槍要幹什麼 因為之前只發現十字弓 戰術背心這些東西 看起來好像相對比較像道具 現在就完全是不一樣的狀況 對 不只有子彈 你剛剛看到沒有 還有彈匣都出現 是 我跟你講 連齊武德 也就是這位上達比鎮的警長說 我當警察當了54年 我從來沒有看過一個 Teen Edge這18歲的小孩子 怎麼手上有這麼多的槍械 這實在太可怕 一個54年的警察 他居然沒見過 一個年輕人手裡面 居然有這麼多的彈藥 而且我跟你講 立剛現在問題來了 因為他已經被發現 他自己會組裝一個90手槍 那好了 其他的子彈是不是有槍 因為之前他曾經在網路上 有曾經展示過 他好像有步槍 到底是什麼步槍 所以你說他有一把90手槍 他是自己組裝出來的 那也就代表了說 我擁有1600發子彈裡面 可能那幾種槍支也有可能 他也許可能有 也許沒有 目前就不曉得 也許是不是他真的有AR-15 是不是真的有AK-47 如果真的有這些槍械 那現在在哪裡 或者是說那些 誰把他藏起來了 他是不是有其他的 跟他一起同好 或是其他的人 在隱匿這個事情 其實老實講 目前都不得而知 但是其實我覺得當地 已經用非常嚴肅的態度去看他 為什麼 因為這以單兵火力來講 這實在太強大了 是 立抗 我跟你講 這是美軍的彈藥箱 這是一個彈藥箱 30.3公分長 22公分高 你知道這樣一個 寬17.1公分的 這樣的一個彈藥箱 裡頭裝多少發子彈 多少發 才800發 這個彈藥箱裡面 只能裝800發 所以孫安主 這是5.56口徑的子彈800發 有沒有看到 這個是5.56口徑的子彈 對 我跟你講 孫安主還有600多發的 7.62口徑的子彈 所以他的子彈 兩個彈藥箱都裝不完 你就知道 他擁有的子彈數量多大 美國一般正常的 他的子彈數量 居然要裝到兩個彈藥箱 是 而且我跟你講 美國一般的士兵 他自私配發是150發子彈而已 我跟你講 只有150發子彈 然後就算是海豹特種兵 我跟你講 人家都裝到7個彈匣 也不過才210發 可是你有沒有注意到 他們身上有這麼多的彈匣 在這個腰間上面 你有沒有看到 這戰術背包裡面上面 就要這麼多的彈匣 你剛剛講的子彈數量 也就是說孫安主 他擁有的子彈數量 超過這樣子一個單兵的量 他是美國一個單兵的 10倍以上的數量 10倍 那等於就可以 一個牌的數量裝進去 我跟你講 其實包括像 一個班的數量裝進去 之前賭城槍擊屠殺案的時候 當時那個兇手 射出來的子彈量 還沒有太多了 當時那個兇手 不過射1100多發 他有1600多發 所以他的子彈數量更多 所以現在問題就來了 因為現在疑點重重 第一個 這個子彈 不是一開始被發現 是當時學校一通知這個轟罵 就是他這個技術家庭的 這個律師的時候 他居然就把整個旅行帶拿走了 把這些子彈引力起來 所以你意思說 當時警方到了學校去的時候 結果學校通知轟罵的時候 轟罵居然在家裡面 把這些彈匣這些東西 全部都收起來了 現在這個轟罵 到底為什麼要把它拿出來 當然就有人說 是不是因為他原來介紹 叫安麗奎的律師 結果點音到現場覺得 安麗奎不夠大牌 就換了另外一個 曾經當過檢察官 看起來比較大牌的這一個 Robert這個律師 是不是因為這樣他俠院報復 所以故意把這個子彈弄出來 當然目前一切都不得而知 我們只知道 這個事情非常大條 尤其網路上還爆料不斷 你知道嗎 現在在PTT 網路上有什麼爆料出現了 PTT就有人去寫出來這一段 這個疑似影射的人 好像就指孫安佐 因為這個人不知道 是不是孫安佐的同學 他說他從國中就喜歡亂講話 問公民老師把屍體分屍 跟廚魚一起丟掉 就不會被發現 他現在後面附入 現在亂講話被抓走了 這邊你有沒有注意到 是 屍體分屍跟廚魚一起丟掉 是 怎麼會講出這樣的話 對 那他到底是開玩笑嗎 這樣喜歡亂講話 不管你是開玩笑還是講真的 你說這樣會不會引人擔心 你家長有沒有 到底持續去輔導過 你自己的小孩子 實際上不要以為 這開玩笑沒有事 我想在美國 就曾經發生過類似的事情 就今年年初而已 這個人叫趙雲松 來自大陸 他在維琴尼亞大學這邊念書 結果他自己本來 也是喜歡槍械的人 他就買了一個BUSCHMASTER SM-15 這個槍枝 然後又去買了幾十發子彈 他本來還想買更多 想買5000發子彈 他本來只買了幾十發子彈 還沒到5000多發子彈 然後他後來又去買了一個 就是退役的警車 就是大概喜歡裝警察半褲 然後學校校警警告他說 你這個東西 最好不要隨便亂買 結果他不聽 然後校警就通知警方 然後探員就尾隨他 發覺他在國家森林那邊 在那邊試槍 劈哩巴巴這樣打一下 他在試他那把戲買的槍 然後你知道 他完全沒有恐嚇任何人 也沒有做任何危害其他人的動作 你知道他怎麼辦嗎 怎麼樣 他馬上被收押禁見 這個時候就收押禁見 你看穿上了球服了 然後不得保釋 現在面臨最重 可能判到五年 光這樣子就把判五年的徒刑 而且他沒有威脅任何人 所以他如果這樣 都要被判這麼重的刑罰的話 那我真的不知道 孫安佐接下來會面臨 什麼樣的狀況 我們看到敵因口中 他的兒子可是個好孩子 好孩子居然家裡面 藏了1600發的子彈 好孩子居然能夠自主這個 90手槍 好孩子居然能夠家裡面 可能擁有步槍的可能性 現在警方正在搜查當中 但你不覺得很奇怪 整個事情跟這個好孩子之間 怎麼會有讓我們感覺上 這麼大的落差的存在 不過說到這樣的事情 養子不叫父之過 這個父母親是不是有 那責任的存在 可是我們說到 擁有這麼多的槍 可是美國警方 對於一些事情的處理上來說 他們可是如那被公捨隱 因為真的遇到的事情太多了 孫安佐就是這一次 擁有1600多發的子彈 嚇傻了美國擁有54年之歷的 老警察 其實美國這是一個 合法擁有槍枝的國家 但是其實他們 一般的美國男人 他們在休假的時候 就喜歡三五好友 帶著買的槍 然後出去外面打靶 但是有時候你把槍放車上 是一個學問也是滿麻煩的 又不能亂放 對不對 那你槍怎麼放 之前有一個美國男子 他就把他的這個 放到他車上的槍枝的收藏法 特別PO到網路上給大家看 你這個照片分割畫面 這六張畫面裡面 這難不成都在車子裡面 都在車子裡面 真的都在車子裡面 嚥嚥傻傻這樣子數下來 一台車竟然藏了二十幾把槍 這簡直是一個軍火庫 是 移動的軍火庫 而這本來就是一台 不起眼的皮卡 沒想到你 皮卡裡面幹嘛放那麼多槍 你看他 他要到中東去打仗 你看車子這個椅墊拉起來 他可以藏一把槍 然後後面這個車子背後 還可以有一個專用的支撐架 然後甚至你看蓋子打開 也有兩把長槍 怎麼連車頂上面都有放東西 他可以利用的空間都可以利用了 還包括你看 在這個車子的最後面 你看旁邊也是一樣 還有這個槍枝 還可以把它固定著 放在這個車頂的架座 車頂上都有 我真怕他開車開車 不小心震動一下 會不會走火的 往他的腦門射過去 而且你看他在這個架子座旁邊 扶手上面 扶手的蓋子 都可以有這個槍枝 長槍 短槍全部都收在裡面 你有沒有看到那個轉盤式的 輪盤式的彈夾都在裡面 所以你看了這個老兄 把這二十幾把槍都放在他的 這一台車上 難怪有人形容說 美國就真的是一個堡壘國家 連這個出門去打把 你看車上都擺了那麼多槍 車子都變堡壘了 對啊 所以其實像孫安佐這個事情 還有一件事情 值得大家注意 就是他擁有了這個90手槍 其實是一把沒有序號 在美國被俗稱為 幽靈槍的這個 沒有登記過的 不是合法的一個手槍 有可能成為美國警方 還有他們官方政府最害怕的 反恐攻的一個死角 所以你意思說這把槍裡面 他的90手槍 他自己組的這把槍裡面 居然沒有序號 沒有序號 正常來說這邊要有序號的存在 序號上面才會有登記 你這把槍才是合法的 在美國買槍 不管長槍 短槍 你就要有一個合法的序號 之前美國的加州州長布朗 他就下了一道行政命令 禁止美國民眾擁有這個沒有序號 就是沒登記了這個槍 而且你還要必須清查你的 擁有槍枝的來歷 還有你擁有持槍者的背景 所以是非常的嚴格 深怕就是說拿這種 沒有序號的幽靈槍枝 讓美國警方還有FBI 相關的單位 要追查槍枝的來源的時候 追蹤不到 而這種幽靈槍 沒有序號的幽靈槍 通常他是這個 是一把槍不是完整的 就像畫面上看到了 他是一個散開的槍枝其他部件 包括槍管 把手 還有包括那個板擊全部都是分開 然後再把他自組 就像孫安祖這樣的一個做法 就這樣組出一把槍了 對 但是講到他自組的 這樣一個90手槍 這個幽靈槍 以前美國就之前發生過 很多這樣的一個槍擊事件 比如說之前發生在美國的 華府地區 華盛頓的海軍造船工廠 就有這個兇嫌艾利克西斯 他當時就是拿著 還是拿一般這種幽靈槍 有不少是這種塑膠的 可以避開那種金屬探射門 他就是拿著那個幽靈槍 對 拿著幽靈槍 他的是分開的部件 他到了這個大樓 華府海軍造船大樓的三四樓 跑到南側裡面 他就開始把他的幽靈槍組裝起來 一把幽靈槍分解帶進去 就再組裝起來 大部分解之後 組裝起來之後 他就有殺傷力 組裝起來 他帶著這個殺傷力的槍 這樣就可以通過安檢 可以進到裡面了 然後到了這個樓下去 有沒有看到監視器外面 拍到他的畫面了 對 然後你就碰到了警衛 就把警衛給撩倒了 結果警衛被撩倒之後 他就把警衛身上的 制式配槍給搶走了 再拿著警衛這個制式配槍去開槍 然後造成這個 在當時大廳有很多逃竄的人 至少都被他打傷或打死 在他被警方擊斃之前 他這樣的一個舉動 已經造成了12個人死亡 還有一個幽靈槍的案例 也是發生在美國加州北部的 蒂哈馬縣 當時有一個男子 他對他的前妻 對他的老婆一直有 還有他岳母有家暴 被法院設禁止暴護令就對了 結果沒想到 而且禁止他持有槍支 結果沒想到他竟然 去弄了兩把幽靈槍 當然也用其他人的身分的名字 去買了兩把手槍 後來就拿了這幾把槍 然後當然警方也找上門 因為他被舉報說 擁有很多的槍支 警方找上門了之後 他就開車開始逃跑 衝到了一個美國的小學裡面 結果大開殺戒 三把的幽靈槍 還有其他買來的手槍 打在校園裡面到處開槍 開了100槍 造成5個人死亡 10個人受傷 還有一個小孩子 也被他擊中 所以這個幽靈槍在美國 一直出現很多這樣 屢見不鮮的槍擊事件 也被美國警方 和很多的州政府各地 嚴格禁止查獲 我們看到幽靈槍的存在 你也可以注意到 美國發生了這樣的槍擊案件 層出不窮 而且校園的案件當中更是恐怖 許多的學生都是手無串鐵 插插之間槍手進到的校園裡 就像屠殺一般 可是我們說到幽靈槍 曹教練想問一下 在美國的話 這黑市的槍支來說 除了網路上面購買 還有什麼地方可以買得到 一般其實網路上 是買不到黑槍 網路上反而買不到黑槍 因為網路上 他能夠在網路上賣槍的 他都是要有執照的 一般人是不可以的 這個黑槍怎麼來 有些就是說 自己私底下認識的去買 還有一個很大的漏洞 就是鋼繡 因為鋼繡就像是槍支零件 還有彈藥的一個 跳蚤市場 跳蚤市場 任何人你都可以去租個桌子 譬如他很大的體育場 去租個桌子 所以在體育場裡面 辦了一個非常大的鋼繡 結果大家都帶著東西 跑到裡面去了 還有兩種人 有一種人就是說 譬如說你東西很多 你就租個桌子 就像你現在 你不夠你還租兩個桌子 另外還有一種人 他為了省錢 他連桌子都不租了 他就自己背著錢 然後就在裡面晃來晃去 找人買賣這樣子 你意思說 我就直接背著槍 對 我就這樣子背著槍進去 然後上面貼個條子 說你要賣多少錢 然後我上面貼著價錢 說我要賣了 對 他們就拿的是真槍 不像我拿的是道具槍 對 而且他可能車子裡還好多 譬如說他背個四把進來的 賣完了他又出去拿 又背了又進來了 就是這樣子 可是曹教練 這樣講話 這樣子不就沒有管制的問題了 所以這是一個漏洞 依照法律 你即使在剛秀跟人家買槍 你是要到槍店去過戶 但是這個法律是這樣子 但是很多人就是亂七八糟 因為美國一般來講 長槍的登記是非常不完備的 長槍反而不完備 對 手槍的話一般你買手槍 你的序號就要跟你的名字 是搭配的 可是一般你去買長槍 像加州是長槍也要登記序號 可是有很多州你買長槍 他只是檢查你能不能買槍 你能買槍他長槍就給你 德州那些好像就沒有在登記 對 所以他那個紀錄 雖然就那個紀錄 你去買槍那個紀錄是在槍店裡 但是槍店有時候倒了 或者什麼年 那資料呢 資料就沒了 槍店倒了資料也就不見了 這樣的管制非常的鬆散 事實上以前我不曉得現在怎樣 以前政府也只是要求你 保存紀錄五年了 所以說這個很多資料不準 保存五年 可是問題是如果說像一把AR15的槍 我拿個20年30年 那都不會壞掉 那可能有些紀錄就沒有了 所以就不見了 可是這槍流露到哪裡 也沒有人知道了 一般美國是這樣子 因為我有一個朋友發生一個 就是像這個案例 他就是跑到剛秀去買了很多 給人家一手交錢一手交貨的槍 都不是在他名字 都是現金交易的 對 結果他有一次跟老婆打架 就警察來了 就把他槍全部沒收了 沒收 結果他那時候就很擔心說 那我這樣子怎麼辦 結果他去領槍的時候 警察也全部還他了 跟老婆兩個打架 結果搞之後 警方先把他槍全部沒收 對 結果那很多槍 不是他的名字 警察也還他了 不是他名字也還他 所以我覺得有兩個可能 第一個是警察 根本沒有去查那個槍支序號 第二個是查了 只要沒有被偷 警察就算了 一般就是說你槍支被偷了 這個就是黑槍 所以有的時候 也就是說有報失竊的話 就算黑槍了 因為美國這個槍支文化很久了 有了什麼舅舅 什麼啪啪啪啪 大家給來給去 對 所以說很多槍 你只要沒有失竊的話 警察也就不太乖 不過曹教練 在那個剛秀裡面的話 是不是能夠買到一些 全自動的零件 對 我有看過 就不然我的步槍 可能只能半自動擊發 但是我去買了全自動零件 裝進去 我就變全自動擊發了 對 以前我在剛秀就有看到 可是這好像對美國來說 應該是違法的 可是他這個法律可能是這樣 就是說你買這個零件 你並沒有犯法 你裝到槍上 買零件不犯法 你裝到槍上就犯法 我裝到槍裡面便犯法 對 就是說你裝在槍上是違法 但你買這個零件 可是問題警方也不會去查 這個槍裡面 有沒有全自動問題 所以美國一般對槍支說 你發生案件了以後 才會來查 一般你說你放在家裡什麼 也沒有人會去管這樣子 放家裡都不會有人管的 對 也不會 可是就像這個 今天雖然左 他就是因為已經有這樣放話了 所以搞到最後 美國警方就才搜到 他家裡面去的 對 我也認識好幾個朋友 就是他家裡就是有全自動的 那就是說你就不要出事 就是你哪一天出了什麼事 警察到你家來查 查到你就有問題這樣 但是我是不玩這些 因為沒有必要 就是這樣子 可是像加州這個地方 好像管制就很嚴格 對 加州的槍支管制 這應該是算全美國最嚴格的幾個地方 而且加州 他不太準老百姓帶槍在身上 就是你可以買槍 但是你不能帶在身上 那美國現在 也就是說我買了可以放在家裡 但我不准帶上街去就對了 你帶在外面 你一定要有一個有鎖的容器 譬如說你除外 你這個槍有鎖的容器 但是這個很奇怪 就美國現在槍支 買槍越來越緊 可是有很多州 你只要買了 他又讓你帶在身上 所以美國現在有越來越多的州 讓你帶在身上 那只有兩種 一種我講的那種讓你帶 就是你只要去申請說 我要帶槍在身上吸槍 你只要沒有犯罪紀錄就給 加州名義上是說會給 但是要警長批准 那等於沒有 就是說你今天要去升 你認識警長 所以這常常被人家 詬病說特權 你認識警長 警長就批給你 你不認識他就不給你 然後你不能帶 你沒有吸槍證的時候 你上車槍要放在一個 有鎖的容器裡 但是我有遇到一個情形 有一個人 他被警察攔下來 他就放在旁邊一把槍 警察就把他槍沒收了 然後這算是登記有案 結果警察把他槍沒收 他就很不爽 又跑到槍內來要再買一把 結果我們就幫他刷駕照 居然又通過了 就是你看看被警察 沒收一把槍 怎麼來買又通過了 等一下 電腦這樣子也可以過關 我們槍 對不起 槍電不管 槍電就是說 我只要用你的駕照去刷了以後 看司法部準不準 所以也就是說警方沒有 報到司法部那邊 那就不曉得說說 其實資料等於就沒有上去了 不曉得是說警方認為說 槍支被沒收是個小事情 因為他也沒有犯罪 他只是說你應該要上鎖 他沒上鎖 就被警察沒收了 所以也就是說在美國來說 其實槍支的氾濫問題 其實從根本來說就是一直有一個 嚴重的問題存在 我覺得美國的 他們的態度是這樣 你今天用槍支犯罪了以後 就是罪上加罪 你講沒有 真正沒有什麼犯罪 他有的時候也不太管 好 聽到曹教練這麼一分析 也可以注意到一件事情 你有沒有犯罪 這才是最重要的 但是雖然安佐在美國 也就是敵因他的兒子 在美國居然放了這些話出來 這個時候你就恐變成 一個犯罪的可能性了 可是你可以注意到 之前的時候只有州警察 在辦這件案子 但是1600發的子彈出現之後 現在這時候已經升得到了 由聯邦政府的國土安全部 在負責這件事了 事實上這一次國土安全部 介入調查之後 我告訴你 如果他們認為情節重大 很壞了這個案子 就會從一般州警 在處理的階段來 提升到所謂的聯邦層級 所以大家就覺得很奇怪說 奇怪幹嘛國土安全部 介入這樣一個事情 有這麼的嚴重嗎 國土安全部這可是 干吸到美國國家安全的時候 才由國土安全部在負責的 事實上國土安全部也是在上次 911恐怖攻擊之後 他們才覺得說 這個真的是有很需要去重視說 你這個在國土裡面 是不是有這個所謂的危安 還有這個恐怖的這樣一個行徑 所以他成立起來之後 我告訴你他的權限非常大 可是你知道為什麼 在這次孫安走的這個事件裡面 國土安全部這麼強力的 而且快速的去介入 對 為什麼 因為之前在美國佛羅里達州 校園不是2月份發生 跌血案件 就在上個月 對 就17個人死亡 14個人受傷 可是你知道嗎 後來才發現到說 美國的整體的通報機制 是出現一些問題的 因為包含他們這個州警 還有聯邦調查局 居然在槍擊案之前 就陸陸續續接獲 23次的這個通報紀錄 23次通報紀錄已經提醒說 這個人有問題了 沒錯 很有可能 會犯下這個槍擊案 可是接到這個通報的單位 其實統統都輕忽了你知道 也沒有人說特別去查 也沒有人去做為這個防範 所以後來這個跌血事件 一出來之後 很多人就發現到 為什麼在最近講到槍 講到槍擊 甚至你畫把槍 人家都非常非常的緊張 就是因為這樣子進來 所以大家就說 如果這個國土安全部 現在進入調查 是因為你又找到 1600發的子彈 然後又找到你自己改的槍 還找到一大堆東西 我告訴你 你如果孫佳 像這個他的父親 他的敵因 想要把他給救出 我告訴你 都有很大很大的難度 可是你知道美國 其實對於槍支的這件事情 我告訴你 雖然他們可以合法的擁有槍支 好像很多人都有槍 可是我跟你講 他只要覺得你有異常行動 他的動作是非常非常強烈 跟快速的 像之前在美國佛羅里達州 大選裡面 有一個亞裔的男子你知道 他叫做孫文亮 就是畫面上面看到這個 他突然就被逮捕了 而且你知道他馬上逮捕完 經過調查之後 就驅逐出境 直接驅逐出境 直接這個孫文亮他 他究竟出了什麼事情 為什麼會突然之間 做這樣的動作 他本來在念書你知道 他拿的是學生的簽證 結果當時他也很怪你知道 他每天他就是標準的宅男 他也都躲在家 握在家裡面 就在那邊上網 也不跟朋友講話 也沒什麼朋友你知道 非常孤立的一個人 也不太跟大家在一起相處 可是有一天 他的同學就開始舉報他 你現在畫面上面 所看到這個車子 我告訴你 一個宅男 他居然買了這台車 而且他買了這個車子的時候 大家都發現到說 等一下 他是現金買的 你知道在美國 基本上信用卡消費 像這種 我們現在都在講說 這個沒有無現金的付帳 他居然用現金 7萬塊去買了一台車 這表示他口袋的錢夠多 口袋很深對不對 再來就是說 他本來是一個沉默寡言的 而且他的頭髮 我們就講說本來都是這個 黃種人就是黑頭髮 他突然把它染成 像這樣子一個金黃色的 也就是說外觀做了改變 是 朋友也覺得很奇怪 說你為什麼要把頭髮染成黃黃的 所以這時候大家就注意到 他頭髮的部分 然後你用現金去買車對不對 最讓人家擔心的是 你知道他買了一把槍 那個以孫文亮當時的身份 因為他有學生簽證 而且他其實很多東西 他也沒有違法什麼的 他買槍是正常的 是合法的 可是最把槍 看起來有點火力大的一點 我告訴你 當他買了槍了之後 就有同學講說 剛好有一天他拿這個槍 在那個房間這樣走你知道 所以同學就覺得怪就舉報 就開始跟學校這些舉報他 結果警方開始調查的時候 有問他說你買了什麼 你知道他怎麼回答嗎 一般我們就講說 我就買了一把槍對不對 結果他居然講他自己的槍 叫做什麼突擊步槍 他在覺得很奇怪 說你為什麼要特別去強調 突擊步槍這件事情 你知道有時候這個字眼很敏感 你知道 那表示你是不是知道他的用途 而且他其實 他還做了另外一件事情 是當他被警方 約談完的第二天 他又去買了一把槍 等一下 才約談完 為什麼又買第二把 買了第二把槍 而且買了第二把槍之後 他居然還給他裝上腳架跟狙擊鏡 這個就很有 這個讓大家覺得更為擔心 因為表示你想要均準設計 你裝具舉進這就表示不單純 所以雖然他都沒有犯法 而且我講的 他也沒有跟人家開玩笑講說 我要去學校打你 你不准上學 連這些話通通都沒有講 這些話語都沒有偷出口 但是後來美國這個移民法官 就決定講說 我覺得你是危險分子 我要把你遣送出去 最少十年內 不准再回到美國 所以就是說美國他們認為說 他可能有潛在的威脅了 所以美國其實在911之後 國土安全部一成立起來 我告訴你 其實他最少有50個人 在他們國土安全部 還有相關的單位監控之下 我剛剛也被抓起來 而且是無限級的拘留 這國土安全部的權力真大 事實上他們就覺得說 如果他們在美國裡面 經常有這些所謂恐怖分子 潛伏在很多地方 你根本也搞不清楚要在哪 對不對 所以相關單位就開始推動一些 譬如說監視國民計畫 全民當線人的這個計畫 意思就是什麼你知道 大家都來做spite 大家互相監視 他們希望達到是有一億個美國人 在監視的全美國 監視的對方你知道 他們的想法就很簡單 美國也才兩億多人口 也就是說兩個人 就有一個人 他負責在監視的美國人 所以如果有三個人 裡面有一個人 可以負起監視的責任 他們覺得說這樣就可以 完完全全的 可以掌握大家的通道 因為大家都很怕自己成為 下一個槍口的犧牲者 當然誰都不希望 變成犧牲者 可是問題是 當他們這樣國土安全部 這樣大肆的這樣子 濫用他的權力的時候 你知道嗎 當時連策劃911的恐怖分子 後來都受不了 他在聽證會上面 他們就直接講說 你們美國人搞這些活動 你們都假裝是用 你們都假借國土安全的名義 然後你要公開就公開 不公開了 你就言行拷打我們 你一輩子也不會對外面講 你會不會覺得自己做得 也太過分了一點 我們看到現在美國 可以注意到 美國真的是現在是 風聲鶴唳的狀況 但是李英的兒子 脫出口了這些話 又發現了1600多發的子彈 還有槍支 這下子看來事情可真的大條了 看來他真的短時間想回到台灣 都不太可能了 可是我們說到 在大陸的古墓的出土之下 有些東西可是有上千年的時間 但是人家一看到那東西說 不得了 那可是個搖錢樹 真有其搖錢樹的存在嗎 搖錢樹不只是傳說而已 現在在大陸的陝西省的寶基市 郭家牙 他們的一個秦漢時期的墓葬 竟然發現了 2000多年前的這個搖錢樹的墓葬 真的有搖錢樹 你看到它的一些樹幹 還有這些完整的這樣一個雛形 雖然有些地方都已經腐爛了 但是當時 你看到現在正在挖掘 對 當時他們挖出來這個墓葬 在那邊有41座 其中有37座 它是屬於這個 戰國時期到秦朝的左右 然後另外4座 是漢朝時期的這個墓葬 可是問題我剛剛講的地點 發掘的是在陝西寶基市的 郭家牙那個地方 一般來講 講到如果有這個墓葬的習俗 通常都是古書有記載 是在四川那一帶 怎麼會穿越了600年 跑到秦嶺以北的這個陝西 他們就覺得很奇怪 這距離還太遠了吧 對 真的是距離很遠 一般以前發現了很多的墓葬 有這個搖錢樹做陪葬品 墓葬品 通常都在四川那一帶 四川或是重慶 後來他們去慢慢的 去抽絲剝繭研究 才發現原來當時 秦屬古道開通之後 秦嶺南北幾乎已經變成一種 貫通的一個交通方式了 所以變成說 當時的巴蜀文化跟中原文化 就已經可以互相借鑑 跟互相融合了 所以後來有一些墓葬的方式 就變成傳到了這個產區去了 原來這樣子傳過去 好 講到了這個搖錢樹 就一定要提到 大陸保存最完整 最大 最好的搖錢樹 最高的搖錢樹 在哪裡 現在收藏在四川的 綿羊市的它的一個博物館 他們的古蹟博物館裡面的 館藏了它的一個庫房裡面 你看到這個搖錢樹 真的是它幾個特點 非常的引人注意 其中除了我剛剛講 它是最大 最好 最高 最完整的之外 還有它的這個圖案的 真的是豐富 這個形象生動 你意思說 這個樹枝樹葉上面的圖案嗎 對 製作精美 這個不容易你知道嗎 這個搖錢樹 它整個分樹幹 樹冠 還有這個基座 基座加起來總共有1.79米 這麼高 快要180公分這麼高 可是你有沒有注意到 把這個圖放大 看一下你有沒有看到 上面好像都是錢幣 對 它都是這個錢幣 然後結在上面 然後這個這樣一個青銅的 這樣一個搖錢樹 它製作的方式 也是非常的繁複 用這樣的一個搖錢樹 它可以體現出 當時的工藝技術的精良 而且你知道嗎 它這個搖錢樹的樹葉片 大概最長15公分 最短也有10公分 光是它樹片的厚度 就要來到1 2公里 真的是非常難 我剛剛講說搖錢樹 通常在這個 因為它製作得非常保存不易 製作也非常精良 對 因為那麼精細 要保存真的很困難 這個是1990年發現的 在四川的這個 明陽市的荷家山 後來1996年 大陸官方就把它定為 國家一級文物 在64件的這個文物當中 它是名列其中一件 不得出國去借展 就是不得出去 可見它地位多重要 所以一直 我剛剛就講說 它一直放在這個 明陽市的這樣的一個 古蹟博物館裡面 一直存放在那邊 給人家展覽 只能到那邊去看 大陸到目前為止 出土了189座這樣一個 搖錢樹的墓葬 我剛剛說都集中在 四川重慶那一帶 奇怪了 後來為什麼 本來他們發現的時期 發現的年代 大部分都集中在 東漢到三國位屬無時期 到了西進以後 魏晉南北朝之後 慢慢的怎麼就消失了 消失了以後 後來的古代其他的 什麼唐朝宋朝 怎麼都沒見過 有人這樣一個方式 都沒看到這種東西 專家也開始去 慢慢去了解 發覺他的原因 第一個 就是因為當時 三國位屬無時期 不是連連戰爭嗎 魏國打蜀國 蜀國也打這個魏國 然後魏國也交戰 然後經濟凋敝 然後大家的經濟技術已經破爛 而且搖錢樹要製作 是非常的貴的 第二個 當時你知道嗎 在做搖錢樹的時候 他們已經 魏晉時期已經下令說 不要再後葬 要用搏葬 誰敢再用這個當募葬 第三個 後來在晉朝 到了西進的時候 已經有一大堆幾十萬流民 在那邊 尤其是西北的 包括底族 底族跟槍族 到了四川 把那個人口結構文化結構 都整個重新洗牌了 然後再加上那個蜀國 被魏國滅了之後 一堆人都已經搬到了 這個中原地區去住了 所以文化就改變了 現在你要去復刻 這樣的一個搖錢樹 容易嗎 古代的話 以前明清時期以前 當然不容易 那個技術你想想看 龍魔鑄造法 又手工製 當時的工序之繁複 而且製作成本又高 誰有那麼多錢去做 所以老祖先 老祖宗發明的這個翻柱法 他們只好用這個 陰漏就筋來做一做 可是現代的科技 就不一樣了 現代科技 但是也要做好多久 要試驗 一直試驗 試了十幾次 甚至幾十次 你才能夠重複了 現在21世紀 還是要這樣子做 對 到了21世紀 尤其我剛講 它的樹片的厚度 只有1到2公里左右 你要不斷的用這個絲蠟法 去幫它這個 不斷的是壓膜 硬性的這個壓膜 再壓過之後 再用它的一個 蠟膜的一個保存法 不斷的去把它鑄造出來 才能用現代的科技 去複製出當年2000年前 這樣一個搖錢樹的文化 沒想到這搖錢樹 能夠做得出來 還真的是屬於西式珍寶 沒想到那千年前 就有這樣的工藝的存在 可是我們說到了 現在這個時候 如果要應徵一個工作 結果有2800萬人來應徵 想想看 比台灣的人口還要多 那是什麼樣的一個工作 這是什麼公司 這就是印度鐵路公司 你知道嗎 印度鐵路公司 要2800萬人來應徵 規模超大的 為什麼 因為剛好 因為剛好最近印度鐵路公司 斥支1300億元 要改善它12萬公里 這麼全長的一個鐵路 結果就要缺很多司機對不對 然後我要找很多 鐵路的管理員 還有列車調度員 還有工人 結果因為在印度 大家很多人都很窮 但是你只要進到 印度鐵路公司 我告訴你 鐵飯碗中的鐵飯碗 真的 這麼好 有的時候你一人吃全家寶 你知道嗎 為什麼 我吃了以後 我的家人有的吃有的住 有的時候還有零用錢 一家人還可以住在一起 那看來這個福利還滿優渥的 所以你知道 2800萬人搶多少職缺 你知道嗎 多少職缺 搶9萬人的職缺 錄取率0.3%而已 2800萬人是搶9萬個職缺 對 所以你知道 天啊 那比登天還難 那可能比任何國家考試 都要難很多倍 但是大家還是要搶破頭 因為它實在是太 福利實在太好了你知道嗎 但是在印度極電好吧 大家說福利很好好了對不對 但是鐵路的服務有沒有改善 我告訴你 還真的讓大家覺得捏拔冷汗 你知道嗎 你鐵路競爭了這麼多的人 照理說應該改善了吧 你有坐過 比如說我要往北開的鐵路 結果他突然一覺醒來 發現他在南邊的 那你一定是坐錯車 對 結果完全不是 你知道嗎 不是坐錯車 你知道剛好發生一件事情 就是印度在北邊 有一個幫的農民 跑到新德里去抗議 抗議完了以後晚上10點 大家準備排排站要回家了 本來應該一路往北開 結果他往南開 凌晨4點有人醒過來 一發現奇怪怎麼到中央幫了 可是不對 我明明坐著班車是北上列車 怎麼變成南下列車 立刻馬上跟列車長反應 列車長馬上出來還家 說什麼 他說我告訴你 其實這只是怎麼樣 因為北邊在修路 我們要繞一大圈這樣上去 可是完全沒有事先跟他們講好 拜託 印度的繞一大圈 可是台灣的好幾十倍的距離 對 所以這個讓大家非常的傻眼 為什麼我要往北開的火車 怎麼一覺醒來在南邊 這種事情也會發生 而且已經往南邊開了160公里 這麼長 這麼遠的距離 對 所以在印度 這種讓人家傻眼的事情 還滿多的 而且你知道印度有些鐵路 它會穿越什麼地方 你知道嗎 它會穿越瀑布的底下 你好像在經過水連洞一樣 不可能 來看這個 這個地方在果厄邦 跟另外一個邦的交界 這個河你看 你看 四層 它分四層總共300多公尺高 傾線而下好壯觀 這是旅遊景點吧 對 結果你知道嗎 你看 你仔細看 這樣奔騰而下 這個火車要經過的時候 有沒有在霧裡 在雲裡有沒有 整個水打在火車車廂上 讓他這樣過來 是不是全世界最危險的鐵路 可是問題你會瀑布下面 坐一個鐵路實在太恐怖了吧 對 而且他奔騰而下 這個老生入定 他這樣開過去的時候 都覺得好像很平凡 但是我們這樣看起來是很可怕 如果洪水一來的時候 會不會被衝到底下去 你也不知道 所以在印度 像這種很驚險的鐵路 其實會讓人家覺得 看起來非常的壯觀 但是它其實也非常的危險 所以說你知道 在印度 像這種事情之外 有時候我們在印度 大家可以看到牛經過的時候 連鐵路可能都要提下來 讓牛先過 當然 印度人很尊重這些牛 對 因為印度牛是聖物 但是印度很多人 用水牛來耕田 萬一剛好今天水牛節 大家都放大架的時候 我沒有牛耕田怎麼辦呢 那就休息一下 我告訴你他們頭腦很聰明 馬上發明了 兩台摩托車中間夾一根這個 就直接讓你去耕田 我們中南部都用那耕耘機 他們怎麼居然用摩托車 來耕耘 這是人力摩托車的拖拉機 這麼強 對 可是如果你沒有錢 也沒有人 把它做成這個樣子的話 告訴你腳踏車 一半的腳踏車 也可以拿來當拖拉機 腳踏車也可以耕田 太扯了吧 這實在太厲害 而且香蕉田 直接就這樣耕下去 這個工序是人想出來的 工序是人想出來的 完全沒有錯 但是你知道印度 因為百年的這個過程當中 其實很多時候 大家會覺得對印度的房子 好像會有點心驚驚的你知道嗎 對 為什麼你知道 因為建築物的強度 有些都不是很夠 真的 他們的建築物有問題 對 建築物有問題 你看這個飯店 這個地方是為了印度的印度爾系 我知道 拆房子 不是拆房子 我跟你講 剛好有一台車 不小心失控 撞到這個飯店的大廳 結果他就整個倒下來 什麼 車子撞到大廳 大廳房子居然整個倒掉了 整整四層樓的房子 不可能吧 這樣倒下來 結構體會也太差了吧 看起來像廢墟一樣 他只是一台轎車撞到大廳而已 裡面有沒有人 裡面有人 所以現在正在搶救 對 大概十幾個人受傷 這樣的一個狀況 所以非常非常的危險 這是在印度的豆腐渣工程 但是除了豆腐渣工程之外 有時候印度人想要去偷東西 也會被人家覺得 有這種笨賊 你仔細看 他是要去偷一個通訊房子 但是你有沒有發現 絲襪套頭的結果 你那個絲襪套頭 可是怎麼攝影機拍得那麼清楚 對 怎麼還那麼清楚 原來那個絲襪是無色透明的 大家一看就知道 原來你就是住在旁邊的那個小雞 他是不是那個電影 舞台劇看太多了 對 你以為你絲襪套頭 大家都認不出來嗎 結果還是被認出來 真的是笨賊一個 看到印度 真的是千奇百怪的事情都有 不過這樣的事情 也可能只有在印度才會出現 休息一下 來告訴你 說到那四月清明時刻 你如果真的要到山裡面去的時候 有時候還真的要小心點 有一個人 他就往那起來山裡面走了進去 走進去 沒出來了 在上個月的26號 有一個在高雄的一個蔡姓男子 他居然就一個人開著車你知道 到了花蓮秀林 這個齊來山的北風 而且就把車子開著 開到停車場裡面去放著 但問題是放了之後 他就失去了消息 家人就覺得說奇怪 就這樣一序全無了 七天都沒有消息 到底發生什麼事 七天沒消息 家人等了七天 後來才趕快報警 現在警方就找了這個 找到沒 我跟你講 找了11個人 搜救隊現在上山去找 現在上山去搜救了 可是我告訴你 其實在齊來山這邊 有時候去登山 你真的會遇到一些 你很難解釋的情形 譬如說在1996年的時候 當時有幾個 所謂淡大登山社的學生 他們就覺得說 天氣不錯 那我們一起去登這個齊來山 他黑色齊來 我告訴你 他們一行大概9個人 沿路就這樣子 你也知道像一般 就要爬這種高山的部分 你一定要分成兩天的行程 就你在第一天的時候 大概是早上的時候出發 然後你到傍晚 就是大概下午4 5點左右的時候 你就會到中途點去做休息 隔天的早上一大早的時候 你在往山頂這樣爬 這樣的行程 其實是大家都喜歡登山的人 大概都有這樣的一個共識 所以他9個登山社的學生 你看他以前也登過很多的山 他就覺得說 好 那我們就按照既定的行程 就走… 所以在第一天的下午4點鐘左右 其實他們就到了成功堡 2號那個地方去 到了那個地方去之後 他們就想說 那我們就先休息 就想說要進去裡面 要把東西擺一盞 可是他們一走到門裡面去的時候 所有人就先停住了 你知道 為什麼 因為他們就覺得說 對 因為說真的 你在山上的這種小屋 當然不會有豪華的設備 都很簡陋 可是他們就覺得很奇怪的是說 走進去到面城 那個對面的地方 居然有一排的照片 他們一看就說 那個照片是什麼 旁邊有一個就跟他講說 我告訴你這個是之前 人家來登山 遜難者的那個照片 你想想看 你晚上要睡在那邊 你的那個對面就放著那個 遜難者的那個照片 對 所以他們那幾個人 就說真的 他都行拜拜 你知道嗎 他們就對著那個照片來講說 請保佑我們 這一次的這個爬山 能夠平安無事 都能夠順利 所以大家就弄一弄 你知道身上 沒什麼休閒娛樂 而且你隔天一大早的時候 可能清晨也是三四點的時候 你就要出發了 所以很多人就覺得說 那早早睡覺 其中有一個人 他就這樣睡... 睡的時候突然覺得 旁邊的右手邊那個人 好像有東西在推他這樣 但是想說旁邊睡的是我同學 他就想說是發生什麼事 結果他就往右邊看 人家推你右邊 你當然往右邊看 結果他一看的時候 就發現他那個同學眼睛 就瞪著他你知道 表示什麼 他們兩個是面對面這樣子躺著 四目相對 四目相對 結果他那個同學 居然那個手還這樣子 比後面 他想說只好看後面是不是 手在比後面 所以他這樣一抬頭起 我的天啊 在窗戶外面 居然有一個長髮的 長頭髮的那個影子 然後那個臉稍會轉光 因為有月光 他發現那邊爬爬你知道嗎 輪廓不是很明顯 可是他居然發現他的手外面 好像有在打那個水槓 爬爬爬的聲音 門口還有人在走路採樹枝 你的山友經過嗎 怎麼會有山友 你真以為那半夜的時候 會還有山友在哪裡走 夜爬 不是 他也不敢說話你知道 默默的這樣轉過去 才發現他原來睡在左邊的 每一個人都這樣睡覺 因為大家都不敢看外面 慢慢大概十分鐘之後 這個聲音消失了之後 大家東西快看一看 大家都沒說話 趕快就走出去 一直走離開到這個地方 剛剛大概有一段路程之後 才有人講說 昨天看到的到底是什麼 大家才發現到 真的不是在臉膜你知道嗎 後來才發現到說 其實為什麼會有 這個所謂的成功堡 因為過去都一直有些山友 或者什麼在那邊罵難之後 為了要暫時 他們這個屍體被找到之後 要先暫時放在這裡或怎樣 也讓一些山友可以在這裡休息 可是就會遇到這種神奇的事情 沒想到到了這個成功堡 這個地方你要特別的小心 可是我們說到那起來這個地方 其實有時候真的要特別的留意 有人說齊萊黑色齊萊 裡面可是有三昧的存在 你被三昧給抓到了 你想走 還真走不出去 川兄兄 對 齊萊山一般我們去爬 都是從松雪樓那邊進去 一般的行程通常都是 齊萊祖風跟齊萊祖北風 這一次先生他失蹤的地方 他也是在齊萊北風失蹤 你知道齊萊北風在去年 有一個女孩子 他就在齊萊北風意外的 就是出事 過事了 我們知道這個地方齊萊北風 他為什麼發生那麼多事 那麼多的意外 因為主要是 這邊的草原非常的漂亮 你知道除了 草原漂亮不是很多人 就會想到那去看風景 對 然後很多人就是 通常來齊萊祖山的時候 都會來爬這個祖北風 祖北風前一陣子也是有一個老師 就是在那邊就是意外 也是突然間意外身亡 就是一個探險隊的老師 我們在講這個案例就是說 有一個女孩子 他當時他也是要去爬 那個齊萊的祖北風 祖北風 可是他要在出發的前 他突然間好像有點小感冒 小感冒 身體不適了 對 不太適合 再來講我們爬山 如果尤其是要爬高山的話 如果身體像有感冒的話 千萬就不要再去 因為你可能上去 就還會高山症更嚴重 對 可是這個女生他可能要 因為以前那時候 要申請上齊萊祖山 要半路山症 又要想島症 很麻煩 所以他好不容易 有這麼一趟去 他就不想放棄 他都很堅持的要去齊萊祖山 你知道他們當時領隊很無奈 就帶著他上來 結果沒想到 他們來到祖北風的時候 那個女孩子突然間咳嗽 開始一直咳嗽 一直咳嗽不止 感冒突然間 嚴重了 嚴重起來 然後他就一直咳嗽 他們發現還不對了 而且一直咳都咳不停 他們就趕快求救 一次他們就申請那個直升機 想要把他就帶去救醫 結果沒想到他們去了 那幾天 本來天氣都是很好的 直升機當要飛過來說 突然間濃霧籠罩 完了 沒辦法降落 結果直升機連續跑了兩次 都一直沒辦法把他栽到他 結果他們發現說不行了 因為霧都一直不會散 他們於是他們又決定說 趕快就是幾個翔島 他們把他趕快背下來 於是他們就輪流這樣背 背到花蓮那邊 他們本來又趕快把他送到花蓮 那個國軍院 你知道在送到花蓮那個國軍院 很巧的是 當時發生一個重大車禍 就是一群阿兵哥去花蓮港那邊 去運送物資 準備接送物資要回來的時候 發生一個大車禍 結果這些阿兵哥 都被送到國軍院 那醫院就爆滿了 對 他們都要使用益克膜 那個器具 結果不夠 那個女生送到那邊的時候 沒辦法使用醫療器材 結果他們想說怎麼辦 後來他們於是後來趕快 請那個救護車連夜 就是說從那個走蘇瓦公路 趕快又再送回 台北的國軍院 你知道他們在做這樣的救護車 在蘇瓦公路 那一台救護車好好的 本來是新的救護車 怎麼莫名其妙又在蘇瓦公路 也莫名其妙來拋錨了 怎麼可能 對 怎麼會有這麼巧事情 非常怪異 對 拋錨 結果他們不知道怎麼辦 於是又趕快就趕快 再請台北派了一台救護車 下來把他載回去 他們說其實這個女生 當時在欺來北風的時候 感冒非常嚴重的時候 其實那個時候 他們就要傳說 竹北風的那邊的三省 準備就是要把這個女生帶走了 但是他就是一直一直 一直發生 不斷的一直發生 很詭異的那個意外 所以接二連三 沒辦法讓他順利下山 報案後面一直在出事 就表示說 有東西在阻擋 提來朱北風 我們剛剛登山那個意外 也曾經在水色大山 也發生過一個意外 就是說有一個老師 他自己也同樣一個人 自己去登山 他是騎一個摩托車 然後來到水色大山 結果後來就這樣失蹤了 他家屬不斷的去信義箱尋找 後來去報案 調監視器來發現 他自己騎個摩托車 來到水色大山的登山口 他們於是搜救隊就來這邊 從那個地方進去找 對 當時這個老師是228 2月28號進去的 他們開始搜救隊一直找 就在整個從登山口這樣子 整個範圍大規模搜索 你知道動用了1000多人次 每天就這樣一直搜尋 都一直找不到 這個當時一直找不到的時候 已經整整在一個月 也就是在3月27號的時候 也要滿一個月了 你知道他們搜救隊 準備要在28號的時候結束 就是結束搜索 因為都一直找不到 他們的家屬前一天 就來到花蓮的一個瑞穗 他們去廟裡求籤 拜拜 神明很奇怪 只是說 會找得到 所以說這個老師他可以找得到 結果他們還是充滿著那個 抱著希望 你知道隔天就是已經他們協商 搜救到下午4點 下午4點的時候 你知道當時 參與搜救的隊長 他從水裡要趕過來 因為準備要結案 準備要搜隊了 他準備中午要上來的時候 他在水裡的時候 車子莫名其妙拋好了 就好像說 怎麼讓他要趕來搜隊 一直沒辦法上去 這時候有一個參與搜救的獵人 他就講說 本來他那麼多天參加搜救 都一直找不到 但是那一天突然間 中午的時候 怎麼突然間很多很多的蒼蠅 一直圍繞著他 然後他就很奇怪 那蒼蠅 就是說通常只是他們去 尋找那個放那個獵物的時候 那個蒼蠅才會出現 因為有那個腐肉的味道或什麼 才會有這個蒼蠅出現 可是他那個蒼蠅 既然是飛到他們平地來 來找他 而且一直糾纏著他 他就覺得不太對 怎麼會這樣子 他在走走走 就剛好就在那個 當時失蹤的那個老師的 那個摩托車的地方 那一百多公尺 他突然間跌倒 跌倒的時候 他急起來看到那個 老師的那個登山障 在那邊嗎 就在那一百多公尺而已 都說山裡面收片了 沒收到 怎麼會在那裡有登山障 就找到登山障了 於是他們從登山障那邊下去 發現真的有老師的蹤影 結果才找到那個老師 是掛在那個樹上 結果他們就說 就在要收對的前一個小時 沒想到就這樣子 很意外很離奇的 找到了那個老師了 沒想到有些事情 真的是冥冥之中 有所定數 可是當然希望到山裡面 去失蹤的人 能夠趕快的搜救出來 可是我們說到 人的前世今生 你覺得你能知道 你的前世是什麼嗎 但有個小女孩才三歲 她卻知道她前十世 她究竟是什麼 是 立刻我們常常說 人死了之後 你喝了孟婆湯 就什麼都不記得了對不對 都忘光了 偶爾會有一些人 她可能逃過沒有喝到孟婆湯 那就可以記得前世的經歷 可是立刻 一個人能夠逃過喝 十次孟婆湯 會不會太扯一點 不可能吧 不可能為了這種事對不對 一次就已經很誇張了 但是我跟你講 南非有個小女孩 她叫Joy 這個Joy她三歲的時候 她就說 我記得我的前世 而且她記得不是一次前世 她竟然記得十次前世 不可能吧 十次的前世 聽起來非常不合理對不對 轉世輪回十次 是 我跟你講 她居然第一次是 兩億年前的事情 兩億年前沒人類吧 對 我跟你講 她說她當時是類似 像猿猴一樣 南方古猿這樣的生物 然後當時還被恐龍追 恐龍 聽起來太離奇 南方古猿不到400萬年前 恐龍最少6500萬年以前 你這兩個怎麼會湊在一起 結果有考古學她不信邪 她就帶她去找那個洞 還正被她找到 裡頭居然有猿人使用的工具 這個聽起來太扯了 然後我跟你講 她還曾經當過埃及的奴隸 有兩四頭四 你知道 羅馬暴君尼陸 在那邊暴君粉塵陸 那個暴君尼陸 她也見過尼陸 她當十四個基督徒 甚至她還見過公主 在那邊騎了大象 那不知道是哪一個 朝代的事情 所以她會記得 這麼多奇特的事情 最離譜的就是 她居然記得 她居然是南非第五任總統 的孫女 你知道 她還說她記得自己 結過兩次婚 然後生了十個小孩 你知道嗎 當時她五歲 結果她去見了一個 90歲的太太 你知道為什麼嗎 為什麼 因為她說 你是我的女兒 結果她講出來 她跟那個90歲的太太說 是她女兒 是 她說 你這個90歲的老太太 是我的女兒 結果她一講 那90歲的老太太說 她講出居然只有我媽媽 才會知道的事情 五歲的小女孩 怎麼可能會知道這種事情 當然 而且五歲小女孩 還不可能讀那麼多的歷史 有些東西也不是公布在 歷史的紀錄上 對 那個一般細節 一般人不會知道 你書本也不可能查得到 對 所以這個是讓大家覺得 非常詭異 他到底是為什麼會知道這些事情 但是我跟你講 吳獨游 其實在中國也有這樣一個奇人 也有這樣的人物嗎 在中國的海南島 有一個人叫唐江山 唐江山生出來兩歲的時候 大家就覺得他很奇怪 為什麼你知道 因為他是不墨村的人 可是他居然講的是丹州那邊 黃玉村那邊的方言 兩歲照理說 爸爸媽媽教他言語 他應該會有 兩歲怎麼可能會講 別的地方方言 不可能 因為講自己生出來的地方的語言 結果他必須媽媽一直在講 大家就覺得很奇怪 想說你這個小孩子 去哪裡聽到故意作怪 結果把他抱去黃玉村這邊 去讓他去認人 好 就去了以後呢 我跟你講他居然那邊 叔叔 伯伯 阿姨 親戚 全部都認識 不可能吧 是 我跟你講 他說他前一世叫陳道明 後來過世了 有沒有知道陳道明這號人物 我跟你講真的有 真的有 而且他連陳道明的女朋友都認識 這麼厲害 這聽起來太神奇了吧 怎麼可能 他說他當時就是在 黃玉村這邊長大 後來過世了 過世了之後 你看整個村子 你只有兩歲的人 你怎麼可能認識 村子裡頭叔叔 伯伯阿姨 不要講這種東西 你都講起來都匪夷所思 所以當地 我跟你講這不墨村人 每個人都相信 他其實應該是 轉世過來一個棋人 只是因為 冥冥之中不知道為什麼 他能夠記得這件事情 他甚至還跟他前世的父親相認 因為他前世的父親 陳道明的父親都還在 所以就讓大家覺得很奇怪 難道這種冥冥之中 真的有轉世輪回這套事情 看來這種事情 前世今生的事情 有些人他可能真的會遇上 休息一下 來告訴你 說到這世上 有些虎爸姨媽 真的還滿兇悍的 可是新竹有個媽媽 有點過分 你知道新竹這個媽媽 就是小孩子是哭鬧 他要管教小孩 結果他發生什麼事 怎麼管 他就跟小朋友講說 我要開車走了 小朋友說媽媽 我不會了 媽媽 你不要走 結果這個媽媽為了管教他 媽媽就真的假裝狠心的 要準備離開 現在媽媽就這樣下來 你看他就跟他講說 你不要再那個了 我一定會看走 你有點離譜 你拿了吧 雨傘 你跟我說是假裝狠心 他就做事要打他 他真的要打的樣子 對 其實這個媽媽 是在管教他 但是感覺起來 管教得有點過分 你看連雨傘都丟出去了 對 感覺管教得 有點過分了一些 當然每個人管教方式不同 但是有的時候太超過 旁邊的人看起來 可能會覺得太誇張 但是你知道 你看 小孩抓在上面 結果媽媽還開車 要走 這個讓人家看起來 就真的 你看 小朋友在那邊多危險 你如果不小心開太快 或開太慢 到時候造成了難過的事情 怎麼辦對不對 但是除了小朋友之外 你知道 有的時候夫妻吵架 也會上演玩命關頭 你有沒有看到前面 好像在演成龍的電影 還是在演玩命關頭期 你有沒有看到那個 就直接趴在引擎蓋上 有沒有 真的在引擎蓋上 對 真的 這個夫妻口角 在彰化了一對夫妻 結果太太一氣之下 開了這個BMW的車 就直接走 結果丈夫也很猛 他就學成龍整個趴在上面 有沒有 從監視器畫面上可以看到 車子還在開 這簡直就是在拍電影 這大馬路上面 他都不怕危機到別人的安全 你知道最厲害的是 這一路狂飆 飆了幾公里 飆了四公里半 直到後來到市區遇到塞車 他才停下來 所以非常的厲害 但是有時候 車子是這個樣子 你知道嗎 這種做夫妻口角 可是如果是失控的時候 怎麼辦 你看這個男子 直接衝撞了新竹的中央市場 這個人潮 然後這個車完全沒有停下來 感覺一個大甩尾 就直接撞上去了 連攤商都撞到 其他這些人多倒楣 你怎麼會連停車都沒有停車 結果後來 原來他是一個67歲的男子 你知道嗎 他的車暴衝了 所以不幸的出現這樣 怎麼可能暴衝 根本就是他自己操作錯誤 他說他完全沒有辦法塞 但是天下之大無奇不有 如果你今天這樣子暴衝 暴衝飛上去的時候怎麼辦 對不對 你有沒有看到 這個車是怎麼上去的 到底是怎麼上去的 我們怎麼看都覺得 這個完全無法理解 當時這個男子 載著他的太太和他的妹妹 結果就感覺起來這樣一下子 就發生在上面了 你看到沒有 這個完全成為一種奇怪 但是像這台車更厲害 我跟你講 你仔細看 這樣衝過去的時候 奇怪 你是在演 好萊塢的電影嗎 怎麼會就這樣 而且剛好飛 怎麼那麼強 飛起來的時候 底下有一台車剛好過去 如果沒有前面那個地方 讓他飛起來的話 他可能就直接撞上去了 有沒有看到立剛 再看一次這個畫面 我的天啊 真的是好佳載 有沒有注意到一件事情 十字車禍九次快 平常開車在路上 真的要小心 休息一下 來告訴你 我們常說這個炸藥的使用 有些地方是一個正途 有些地方可以讓疏通河道 或者是爆破大樓 但有時候你炸藥的技量 要算對 是不是 第一剛 你看這個 就看起來非常非常誇張 你看整個 轟天巨像 你這是幹什麼 是敵人在那邊 你是特地要轟炸他嗎 你看整個 整個這樣炸起來 我知道那是戰場 那是戰場 應該是有敵軍在那個地方 是 沒錯 看起來應該是這樣 可是不是 你看我跟妳講 不只是那邊被炸 連旁邊的房屋 你看隔那麼遠照 他都受到傷害 做到震動 那到底會發生什麼狀況 其實立剛你知道這是幹什麼嗎 這什麼事情 這是因為哈薩克這邊 天氣太冷就結冰了 結冰了之後 哈薩克政府 就委託一個私人公司說 你就用個炸藥幫我把河冰炸開 這樣就可以通行了 河道就可以通行了 可是這個公司不知道為什麼 用600公斤的炸藥 可是你注意 那600公斤下去會量太大 結果這樣蹦一聲之後 河冰是炸開 沒錯 旁邊所有住戶的玻璃門窗